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向在場的委員 還有我們今天邀請的學者專家教授來報告 我們立法院第八屆第二次修憲委員會的公聽會 現在開始 在上個禮拜四已經舉行過第一場的公聽會 那我們這兩場的公聽會 是由我本人來為大家服務 我們這兩場公聽會 今天還是比照第一場公聽會的方式 我向在座的學者專家來報告 首先我先來介紹今天 我按照順序出席的順序來介紹 今天第一位是 這樣好了 為了方便我把立法院的這個表格 第一位介紹按照順序 是東海大學的林滕堯林教授 謝謝林教授 第二位是東吳大學陳清秀陳教授 謝謝陳教授 第三位是考試委員黃錦棠黃教授 謝謝 第四位是陳茂雄陳教授 陳會長 謝謝 陳教授上個禮拜也來出席 謝謝您 第五位是雲林科技大學的吳威智吳教授 謝謝您 再來第六位 第六位是江黃慈江教授 台大法律系 謝謝江教授 第七位是李永鈺李律師 謝謝您 第八位是南華國際大學王思維王教授 同時也是我們台灣智庫的諮詢委委員 謝謝您 第九位是上個禮拜有來參加 楊君慈楊教授 謝謝楊教授 謝謝楊教授 第十二位是許委群許教授 許委群許教授 對不起 許教授謝謝您 是中原大學財經法力系 謝謝 那我們還有三位教授陸續會趕到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方式 向各位在場的學理專家教授來報告 我們是依簽到的順序的先後來報告 來說明你的看法 那如果說你想特別延後的可以 像剛剛東吳大學的陳新秀陳教授 跟我講說他自願往後面掉 那我就把你往後面掉好不好 這可以的話 因為有些教授想聽別人的意見 有些想先發言 我就尊重大家 那有沒有哪一位教授 特別有事情要先離開的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順序就往這樣的方式來挪 好不好 那我們每一位學理專家教授發言的時間是 每個人八分鐘 第一輪八分鐘 八分鐘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沒有進行第二輪之前呢 尋上一次的例子 林英雲委員的建議很好我們就採用了 就如果在場我們來出席來聽的本院的委員 有一點意見的話 我們請本院的委員發表看法 但是本院委員時間只有三分鐘 以免佔用各位太多時間 那本院委員發言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那第二輪的發言可能時間就沒有辦法 每個人八分鐘 可能那個時間就比較緊湊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時間 我現在抓的時間 我是以三點鐘為標準 以三點鐘為標準 像我們上個禮拜 陳教授也在 徐維維先生也在 我們上個禮拜 大概結束的時間 大概三點半以前結束掉 我想這個時間是可以 應該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大家還有意見 我當然尊重大家 因為難得請各位來出席修憲委員會 這個是我們認為這是很嚴肅 莊重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焦點 還是跟上個禮拜一樣 鎖定三個焦點 第一個是有關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 對有關18歲投票權的問題 來就教於各位 第二個問題是針對有關隔魁行使同意權的問題 包含附屬權 還有總統的解散國會權的相關的問題 談到總統行政院跟立法院的互動機制的調和 來就教於各位 第三個是從內閣制來做為 台灣的一個朝野的互動的可能性 官員得由立法院來兼任 來強化施政民力 來促進行政立法的政治協調性等等 來就教於各位的意見 那各位學者專家 如果你個人 除了這三個議題以外 你如果有其他意見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立法院的公聽會的題目 只有在立法院的 院會通過的這個議案 我們才能夠排到文字上的說明 不過你個人的口頭的表達 我們尊重你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目前我們有14個案 14個案 所以今天我是從中間抽出三個重點的案 來開始 好我想接著下來我們就進行 這個以下的發言的程序 現在我們在場文到的是李應援委員 特別謝謝李委員 上一堂也是全程來參加 那我們現在開始請公聽會的程序正式進行 首先第一位我們請東海大學法律序 林滕堯林教授請林教授發言 謝謝 好抱歉 這個關於那個修憲這個問題啊 這個三個題杆啊 我除了在書面上有一些表達以外啊 我現在口頭啊提出幾個要點 那請大家指教 那麼第一個就關於那個投票的年齡啊 從這個20歲降到18歲 那麼我表示贊同的意思 另外就是蕭文森教授也提到了一點 但是他沒有具體的來說 關於那個被選舉權啊 現在還是23歲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建議啊也乾脆調兩歲 到21歲 那麼我看到所有立法委員的案子 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麼蕭文森教授啊很仔細啊 他就做了一個這個一個建議 那麼我同樣的對認為這個參政權呢 應該加以擴大 那麼21歲現在算是一個很成熟的 尤其現在的教育啊 這個很成熟的一個年歲 他應該也有能力來被選舉 產生當然的公職的公職的任務 第三個我這裡看了14個那個提案以後 我發現要擴大人民的民主參與 有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啊 好像那個提案都沒有提到 那麼我在一些報章文章也寫過 關於立法院的會期啊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是沒有沒有修改 那麼按照目前憲政的實務啊 他就差不多開半年 開半年的話等於是對老百姓沒有辦法參與 因為立法院不開會 有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辦法來做 所以我建議啊如果這個立法院的會期啊 這個條文一定要改 因為那是一個馬車時代的一個所規定的一個會期 兩個會期湊起來再扣上那個寒暑假 等於只剩下六個月 那麼六個月這個立法院的機能啊 就沒有辦法完全產生 特別是我們很多同仁有主張要用內閣制的話 內閣制那裡這個立法委員不開會 那個是對這個機能也會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建議立法院的會期啊 應該在我們台灣目前這種情況 高鐵這麼方便 即使到高雄到哪裡 所以都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就到了 應該改成跟一般行政機關一樣 這樣才能有力的監督行政機關 因為我們很奇怪 考試院監察院行政院所有的上班時間 都一般公務機關的時間 獨獨這個立法院 這個會期一年只要上半年的時間 那個是跟現在的情況啊有很大的差別 尤其當時憲法制定的時候 我們復原非常遼闊 那個要回去開會 同樣要回去跟潛民接近啊 要很多的時間 但現在完全不一樣 當天就可以來回 所以我建議立法院的會期啊 要比照所有行政機關一樣開會 才能夠這個有力的監督我們的行政機關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 人民擴大民主參與的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希望能夠把它做一個直接連署總統的罷免案 以及直接連署總統的彈劾案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直接連署來選舉總統 直接連署選舉案可以連署了 那為什麼這個相對的相依這個機制 這個罷免案跟彈劾案不能夠直接連署呢 所以如果要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的話 也應該來比照把這個總統的彈劾案 跟罷免案讓人民可以直接連署 那這樣會比較理想一點 那麼再來就是我覺得 將來如果要往內閣制的方向走的話 然後我覺得會重要的就是一定這個 立法委員的顯示啊要改變 也就是我們大家都比較同意的就是 德國這個聯力士的這個制度啊 比日本的這個這個 跟我們現在這個制度啊更理想 因為透過這樣一個這樣一個制度 可以讓這個社會的新生的力量 可以在民意機關 可以在政府機關顯現出來 所以關於立法委員的顯示啊 我是建議啊 應該採取德國這個聯力士的這個這個這個制度 那麼有關於這個我們這個內閣制要改變的話 那麼我建議就是目前我順便提的就是 關於我們這個考試驗監察驗現在的機能啊 跟我們現在的復原啊不太符合 大家知道這個在日本這個人士官最多是三個 監察室也是三五個而已 但是我們我們的立法我們的考試驗的委員 這麼多 包括那個監察院 監察院這個制度一直轉型 轉到現在已經本來是個民意機關 現在變成一個不算是民意的機關 但是他的人數太多 他的機能反而沒有發揮 所以我在這裡也建議啊 這個如果這兩個院的職權啊 並到這個立法院來以後 立法院呢要要大幅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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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充他的機能 那麼這一點我要特別讚美啊 關於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最近呢他這幾年呢 他所做的意決算的這種這種書面啊 那個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是大家應該有空來看看這個立法院的預算中心呢 所編寫的這些關於預算結算的這些報告 那麼將來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把立法院的預算中心呢把它升格為這個立法院的預算局 預算審議的單位 預算跟審計的單位的這個來來處理 這個將來如果這個五權變成三權的話 那立法院就這個組織要擴大 另外就是如果監裁院並過來的話 那麼我覺得這個民進黨有這個這個委員的這個建議啊 要把它併到這個立法院來 那麼立法院來呢我是建議如果將來併到這裡的話 希望能成立一個叫做就是類似他們所建議的 像瑞典那個制度這個監察室的制度 監察室的制度我想那就人數又少 但是他有力量要給他很大的一個一個這個這個支撐的力量 所以我們想有關修憲的這些基本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要提升那民族的品質 更要緊的讓那個什麼小黨有這個生存的空間 那麼我覺得朝野對這方面也有相當的共識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門檻啊 從五趴降到這個三趴 那麼這點我們是應該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的 那麼以上我簡單的這個書面的這個說明 跟這個口頭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林挺堪 林教授 我們補充介紹剛剛到了現場 我們台大政治系彭錦彭 彭教授也到現場了 謝謝彭教授 還有中華大學行管系的曾建源曾教授 謝謝您 剛剛我們洋瓊營養委員也到現場來關切 我們現在大概所有立委一般都會坐在研究室 他們看透過閉錄電視的方式來聆聽各位專家學者教授的高見 我們接下來請第二位黃錦棠黃教授來發言 主席吳委員 李委員 那麼各位在這個電視機前面的委員們大家好 各位現場的來賓大家好 很高興參加今天這個討論 那針對第一個主題就是說18歲 這個投票年齡降到18歲 我認為是應該要採行的 那理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年輕人 他們現在的這個資訊更充足 那整個知識體系的累積更多 那他們也面臨到這個就業 那麼在這個因為這個整個政經變遷 這個職位短缺 那他們有這方面摩擲上了諸多的辛苦 那加上有這個代計的這個 資源配置的公平正義的嚴肅的問題 以及我們這個整個政黨政治代議民主政治 事實上還是不盡如人意 那麼這在歐洲各國所呈現的這個 更趨向多黨化的這個政治發展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是認為說應該給予年輕人 直接的參與的投票的這個機會 那麼我接下來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集中到這個政府體制 那麼我想就是說 我們的提問就是說 是不是馬總統是有權無責 那我認為這個命題看你是從制度論 還是新制度論來講 這個答案是天然之別的 那麼我們從現行的制度來講 對總統的這個彈劾跟罷免 事實上是有相當的高的門檻 那麼整個立法案也難以對總統直接來質詢 那也沒有辦法這個對總統來這個直接來罷免等等這些 但是如果你從新制度論的角度來講 那我們總統暴露在這個每個選民的直接的監督 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麼什麼樣的災難什麼樣的困難 都可以來這個來訴求 那麼甚至來攔路告狀 那麼我們有在野黨的強烈的這個這個質詢 那麼在這個這個立法院外的 這個對媒體的這個強烈的這個發言 那麼我們有這個24小時的這個SNG 那麼我們有非常這個強烈深刻的這個政論的評論 甚至是無所不在的爆料 所以其實總統 總統事實上又受到來自各種的民調 各種國際發展事件的影響的評比 那麼的這個衝擊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總統受到的整個的監督強度 可能是空前的 如果你從新制度論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我會認為說我們整個憲政的問題是在於 我不認為是總統有權無責的問題 因為從新制度來講這不構成問題 我認為是真正的在大選中勝出的 他沒有辦法貫測他的意志 這是我們現行憲政上的大的問題 那這個不是說國民黨現在馬總統有這個問題 那麼說不定未來民進黨假設他有機會執政 他也會面臨類似的問題 那我們的顯現就是說 我們這個立法院的這個議事程序 這個無限的提出這個修正案 那麼有這個黨團協商的一致決 那麼有這個議事的強力的杯葛 那麼而我們重要的這個事項 依照我們這個憲法的這個規定 又必須法律保留 我們又有這個預算案的每年的審議等等這些 所以整個立法院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的 一個強大的一個守護的重鎮 那他如果這個強力的杯葛 那麼事實上是造成市政上的困難 那麼我們又有這個總統這個就職 立委就職後 大概兩年後就有全國性的九合一的選舉 那也變成是一個讓這個在總統大選中 這個沒有勝出的這一方 他可能會賦予頑抗 那麼等待著這個兩年的接下來的這個決戰 等等這些的 那麼我們還有這個整個面臨國家社會轉型 所帶來的諸多激烈的這樣的這個變遷 那許多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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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許多的這個這個社運啊 這個學運奮親啊 那麼這個學者專家律師 透過Facebook 透過Twitter等等這些的這個整體的行程 這個連線的這個抗爭等等這些 那我會認為說我們應該是prefer 應該propose一個一個憲政制度 是我認為是應該說讓贏的相當 到一個相當程度的贏家 他能夠順遂去推行他的政策 這是我們應該是憲政上所應該要追求 這是一種效率效能喔 所以我會比較prefer是說 我們應該是把總統選制啊 改為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就是讓這個贏家 他要跟過半的民意能夠支持 那他事實上也代表說 他可能要進行政黨之間的一個合作 幾乎等同於內閣制國家的這個聯合內閣 那麼他任期可能要長一點 比如說像法國式的五年 那麼這個總統呢 他可以這個任命行政院長 但是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那所以說最大的贏家 應該是他要贏得總統的選舉 跟贏得這個立委的選舉 那麼他就可以很順遂的執政 那麼接下來就是說呢 那這個他應該有主動解散國會的這個權利 看是主動解散權 或是說經由他的這個任命的行政院長 可以提出信任案的投票 那麼使得這個僵局能夠解決這樣子 那麼總統也應該能夠有權把重大的政策案 我們這個國家社會轉型中所面臨重大的這個政策案 能夠交付公投 那麼我現在意思就是說呢 我希望是說我們能夠造就出一個有過半民意支持的這樣的一個總統 那麼他享有比較大的權力 那麼來遂行他的政見 那麼這個假設說這個總統大選輸掉的一方 那麼他可以在立法院看能不能得到這個過半 那這時候他有隔魁的這個統一權 但是總統有解散權 這時候再看怎麼來個折衝 那麼如果說要這個對法案要強力的杯葛到底 那麼這個時候也會有這個總統的主動解散權 或是隔魁的這個信任案的這個投票權的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說我希望說我們是引進一個能夠盡量去爭取過半的支持 然後爭取到以後他能夠比較有權力去做事情 有權力去做事情 那麼在野黨也不是說都沒有空間 要看你在立法院的席次 以及這個總統是新當選後當選 舊民立新秘等等這些的這個機制 那整體來講就是說使得我們能夠說這個國家的重大的爭議 在每一次的大選中都提出來做很徹底的辯論 跟很徹底的結盟式的攻防 結盟式的攻防 能夠希望說任何藍綠雙方都希望能夠獲得過半的這樣的支持 然後得到這個支持得到這個授權以後 那麼他有那個相應的權限去做他的推展 那也能夠排除說這個吳雄敬的這個阻擾 以上 謝謝黃啟堂黃教授的發言 接著我們請第三位陳茂雄陳會長 謝謝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有一件事情好像都沒有人有意見 就是把投票年齡降為18歲 包括我看那個立法院所提案的都贊成 那專家學者到今天為止的話呢 還沒有聽說過反對了 這件事情的期待呢 大家完真的 不要因為說怕得罪年輕人而講了假話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讓人通過了 另外有一件事情呢 那個因為立法院的議案沒有提 那個所以本來我就沒有準備 那剛好林教授提了 我覺得這個很好的問題 我順便你呼應林教授 就是有關那個創制權的問題 林教授呢剛才有提過呢 所有的政策各方面都是在立法院推施 人民都沒有權力主動推施 事實上呢 我們憲法規定人們有創制權 我們憲法這樣規定的 那事實上以前國民大會存在的時候 也真的有創制權 那國民大會就代表人民去執行創制權 國民會掉的話呢 國民大會會掉 結果把創制權也全部廢掉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嚴重的問題呢 並不是憲法成績呢 人民的創制權被砍掉了 連法律成績也一樣被砍掉 舉一個例子呢 公投法裡面的第二條 就是規定的非常清楚呢 有關憲法跟法律的問題 那個人民沒有創制權 只有覆決 那所以呢 我就呼應剛才林教授 他所提的 應該是要有創制權 而且這個創制權 憲法也都已經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都已經規定非常清楚 但是其他相關任何的政策 政策 連法律都把創制權 掩割掉 所以這個也是蠻嚴重的 另外有一件事情呢 那個我接觸的專家 尤其是憲法寫者呢 他們都有一種共同想法 說這個內閣制是最進步的制度 他所以說稱內閣制是最進步的制度呢 國會的原因呢是這樣 就看英國的演變 英國剛開始呢 所有的權力都在國王手上 後來呢 立法權到國會 那國王還是掌握行政權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話呢 這個孟德斯鳩才會提出 三前分立這個觀點 事實上英國這個 維持三前分立的時間 並不長 只有一段時間 後來就連行政權 也到歸到國會 那就是國王就變成西位元首 那所以很多專家呢 就認為說 你看看英國這樣演變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是內閣制是最進步的 這個體制 事實上 在國外 最進步的體制呢 不一定適用於台灣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我們在台灣的很多學者 常常引用呢 都是把國外的那個 M版的東西引用進來 那結果通通是失敗 那舉一個例子 教改 教改團體呢 就把美國的這個 多元化升學 引進台灣 結果全部都失敗 美國可以實施 台灣就沒有辦法實施 很多在國外 那個生活習慣的人 回到台灣呢 他有一個反應 台灣的公務員呢 被這個會計制度卡死了 完全不靈活 但是呢 在國外生活習慣的人 他都沒有想到 我們有那麼嚴格的會計制度呢 還是弊端重生 所以台灣最容易出現問題的 就是弊端 也是特權 大家都在追求特權 那既然呢 大家在追求特權的話呢 那有一件事情呢 那就很重要了 大家追求特權 容易產生弊端 那就不適合把錢力集中在一個單位 這一點蠻重要的 那如果現在呢 我們推動內閣制 在別的國家推動得非常好 在台灣的話呢 錢力過度集中 那就是一個弊端 那個 我們現在呢 那個現在的現行制度 大家都常常說 贏者錢拿 內閣制 更是贏者錢拿 那我們現在的制度呢 至少 除了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之外 還有一個呢 全世界只有那個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呢 只有台灣跟華國有的 就是立法單位 對行政單位呢 有監督錢 這是一般 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呢 都不這麼做的 我們有執行錢 跟華國一樣 那就代表說 立法單位呢 可以監督行政單位 所以像這種體制的話呢 至少 比內閣制 還要理想 內閣制在別的國家實施 這個相當成功 在台灣錢力過度集中 況且內閣制的精華的話呢 那就是在於那個 倒閣跟解散國會 但是倒閣跟解散國會的話呢 在台灣形同稀釋 前一陣子呢 那個不只是在野黨 對行政也不滿 連執政黨也不滿 結果在野黨推動倒閣的時候呢 那個執政黨不但是抵制 投票的時候 人一票都沒有漏掉 我們就知道呢 台灣只有意思 沒有是非 不可能說像內閣制的話呢 可以應用倒閣跟解散國會 可以應用得非常好 另外呢 在台灣呢 還有一個現象 那個行政首長的總統 竟然有能力 那個影響國會 這個行政 以那個立法分立的國家呢 一般是不會發生的 那台灣會發生 那為什麼 是以黨領政 透過黨部運作 以黨領政 那其實以黨領政 就很容易產生獨裁的國家 尤其是行政與立法合一的時候 就產生獨裁國家 所以在於別個國家 那個行政與立法合一的 那個體制 就是內閣制 實施得很成功 在台灣不可能成功 一定會失敗 因為我們只有看到這個 以黨領政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的話呢 這是一個獨裁政權 馬上產生 我這樣一講呢 以黨領政的話呢 那個民進黨呢 已經暗中脫效 我說在指這個國民黨 事實上呢 民進黨呢 想想看 你們的政黨 有沒有能力去影響 你們的國會議員 有沒有能力去影響 你們的從政黨 有 各政黨都如此 都是以黨領政 那這種情形的話呢 那如果是 實施權力集中的體制 一定會發生獨裁的政權 事實上我們台灣呢 也是有獨裁的政權 所以 內閣制在別的國家呢 實質非常非常好 也很成功 在台灣呢 只不可能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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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雄會長 我們普通介紹 在場的我們 本院 盧秀院 盧委員 也到現場來 謝謝 謝謝盧委員 接下來我們 請 吳威智 吳教授發言 請 吳威智 吳教授發言 投票年齡相關的機制的問題 我們從憲法第130條裡面 去看這個問題的話 那麼可以發現 其實從我國的立憲的歷史上來看 那麼它就已經把它變成一個 憲法保留的一個層次 所以它變成了非經修憲的話 你無法經由單一的立法 來調降投票的一個年齡 這是我們從立憲的歷史來看 第二個部分 我們從國際公約的人權委員會的一個規範 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針對年齡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是不是適當 那這個部分 普遍的國際人權的看法是 最低年齡是一個合理的限制 但是它必須要合乎一個客觀跟合理的標準 而且必須要法律規定以上 才可以做這樣的一個限制 所以從這邊來看 我國憲法130條 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是合理的 第三個 我們也看到了立法院立法委員的提案 確實我們看到目前18歲 變成了九成以上的國家 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是一個國際的通力 我們也看到對岸 那個中國大陸也是以18歲為成年 跟為基礎的這個地方人代的投票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個部分是已經是國際的通力 第四個我們從法的平等原則來看 我們看到了委員的提案 刑法 兵役法 公務人員的考試法 都有相關18歲的一個規定 那基於這個資訊化的一個普遍呢 其實年輕人得到的資訊 並不比我們少 而且比我們快速的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邊呢 我也提出了相關的配套的措施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能夠考慮乾脆如果有修憲的話 廢除憲法130條 直接就不要做任何年齡上的一個限制 把年齡上的限制 就歸給了法律的規定 不要每次修憲都來討論年齡的問題 到底有多少年齡必須 以後就由法律程式來全權處理 第二個部分呢 我當然也看到了我們的剛才說的刑法等等 其實更重要的是民法 完全行為能力裡面的成年 其實我們還是20歲 那未來啊 必須要也相關的配套改為18歲 因為我們目前看到了國際人權組織 也對我們最低的結婚年齡 卻有一些的意見 目前行政院已經提出的版本出來了 期望把它統一為 訂婚是17歲 結婚是18歲 男女統一 那這個部分也關係到成年人 或者是他心智成熟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必須要配套來辦理 那麼其實我從第二點來看的話 有關於行政院跟立法院的 這樣的一個機制的協調 事實上我也個人認為 要往內閣制的精神有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必須修憲 第二個其實可以不用修憲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第一個如果不需要修憲的話 還是可以採取內閣制的精神 因為只要由立法院定定一個 叫做總統職權行使法 總統職權行使法 把這個法案裡面規定 將來總統提名 這個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必須要有所經過的程序 甚至把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 相關人士的提名權 也都做好一定的一個規範 那這個就可以來解決我們現在 朝向一個內閣制的一個精神 當然如果必須要走向一個修憲的制度的話 仍然還是必須要憲法裡面規定行政院院長 任命須經立法院同意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在內閣制的精神裡面 我們必須要承認立法委員可以兼任行政官員 行政官員可以由國會的議員來擔任 不過這個時候配套就是修憲時候 必須要把現在的113位立委至少改為150位 因為有部分的立委必須要擔任行政官員 如果太少了怎麼辦 所以在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制度的時候 同樣的立法院怎麼樣去罷免一個行政部長 也是值得我們去做思考的 其次我也必須說 必須要思考到降低被選舉權的年齡 不一定剛才說的是21歲也可以 20歲也可以 甚至我必須要說明 既然我們認為立法委員是公職人員 那麼這個時候公職人員是不是也應該要有相關的退休年齡呢 所以這也是值得我們思維的部分 那麼當然為什麼要採用內閣制的精神 我這邊我個人認為有三點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行政官員可以由立法委員來兼任 全者相符而且職者統一啊 不至於質詢的話變成空泛 至少至少質詢一定是由自己立法委員兼任行政官員的來執行 所以不至於沒有人負責 而可以直接追究責任 甚至於直接就罷免兼任的這樣的一個行政官員 第二個行政官員來自於地方 可以更加了解地方的需求 讓更多代表民意基礎的立法委員擔任行政首長 一方面代表重用地方的人才 一方面更能深化政策它的一個基礎性 而且更能積極的處理地方人民的問題 第三個理由 台灣的服務員其實並不大 可是呢 事實上存在了南北的差距 城鄉的差距 這個啊 事實上也是因為行政官員跟行政機關過度集中北部所致 我們國家的公務人員又缺乏公務人員輪調法 不需要一定要輪調到中南部去 所以導致啊 近親繁殖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能夠由立法委員兼任行政官員 必能普遍由台灣各地選出的立法委員來擔任行政部長 可以縮短南北差距 也縮短了城鄉的一個 也有利於城鄉的平衡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 我必須說 到底修憲有沒有可能 大家都在問修憲委員會召開 那修憲有沒有可能 我提出了三個說法 第一個叫做兩階段修憲說 有人認為先把額數降低其他的再談 但是這個會延伸出 降低以後其他太多問題了 可能會導致國家政爭更加嚴重 第二個就是單一議題共識說 只要有一個共識就可以進行修憲 我們知道了大概就是18歲的議題 第三個反而我所提出來就是 上次修憲違憲說 違憲說 因為上次修憲呢 他採用了比較不分區的概念 結果投票出來了只有21%去投票 居然21%的任務型國代可以來進行修憲 那豈不是有違憲之餘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當中 有三種的說法可以來進行修憲的一個可能性 跟解套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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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違子教授 我們補充介紹 剛剛又到現場來高智鵬委員 還有游美尼委員 也都到場來關切來跟大家共同來討論 那接著我們歡迎第五位 台大江皇子江教授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午安 首先呢 感謝大院舉行這一次的聽證會 讓個人有機會提出部分的憲法修改的想法 感到非常榮幸 那就今天提剛剛三個題目 第一個問題年齡問題 那個人以為我國憲法規定20歲 作為投票最低年齡 似乎有變更的必要 那麼大院的眾多提案裡面 其實也非常指出 很明確希望把它降到18歲 那個人聲表贊同 因為當代的資訊跟 在當代的資訊跟知識都非常發達 讓年齡達18歲的國民都有投票權 那特別是現在年輕時代 其實他們使用資訊 取得資訊的速度跟能力 都不比我們差 那我相信到了18歲 他們應該有足夠能力 來協助其做選擇 那麼更重要的是說 你去檢視世界各眾多先進國家的立法 還或者是從鼓勵年輕人參與 關心國家事務角度來看 把投票年齡降成18歲 倒不是因為怕他們 而是我認為是可以肯認的 那麼對於今天討論議題的第二跟第三 我一邊來處理 對於這一個問題是 有關政府體制到底是要採內閣制 或者是總統制 個人以為是原則上制度很難說 有絕對的好或壞 兩種制度很難說有優劣 也都是有國家分別採用 比如美國採總統制英國採內閣制 也都行之數百年 這兩個國家都叫民主國家的典範 所以你去判斷應該採行何種制度 標準是何一種制度 比較適合那個國家的國情 那麼對台灣來說的話 因為台灣有比較特 在整個國際社會成員裡面 它是有比較特殊的個案特殊性 那麼一方面是人民長期以來 習慣強而有力的領導人 那麼遵循領投養 好像是我們政治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所有經歷過1996年 總統執選的人都不會忘記 那個時候1996年的時候 中國對台灣總統執選強烈反對 把我們總統執選當作是台灣獨立建國 等同看待 飛彈往外面射 那麼但是在這一種 中國的文攻武嚇之下 台灣人民能主張實行總統執選 而且切實去進行總統執選 建立總統執選 這種行為在國際法上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也就是說台灣人民向國際社會成員宣示 台灣不是那個中國的一部分 是有自己的國家 有要選自己的國家員所 也就是我們的總統 那今天如果這個 因為我們的政治問題 把它改成內閣制 那這一種在國際法上 有強烈宣誓意涵的行為 會受到一些衝擊 對我國我們一直非常在意的國家主權 是有負面影響的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應該還是維持總統制 當然維持總統制 不代表我們對總統要毫無制衡 或是還是陷入一種所謂的 權責不分無法監督的困境 那麼不過我看了一下 目前大宴所提出來的這些提案 似乎比較強調在恢復行政院長 也就是奎葛同意前 但是只有恢復奎葛同意前 好像會存在一些風險 我們來檢視一下歷史 以前在槍人時代 我們民主還沒有深化 跟現在不太一樣 這個設計施行沒有問題 也可以做 不過因為當那個時候 執政黨本身就是國會的多數黨 而且長達50年是以黨領政 以黨赤國 執政黨主席同時掌握行政權跟立法權 不過但現在民主已經深化了 未來的嫌棘 我們很可能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選上總統的這一黨 可能他沒辦法擁有國會的多數黨 而且是可能會變成一個常態 那做是這個樣子的話 雙方各自先是擁有部分的民意 那麼政治就比較容易陷入僵集 也會產生所謂的憲政的困境 反而產生很多的爭執 所以假如我們未來要修改憲法 單純的恢復奎葛同意前 那政治風險是相當高的 我建議各位大院在體制上 應該要更細緻的規定 那麼呼應一下剛才主席所提到 即使不在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綱裡面 那個人認為有兩個議題 似乎也應該跟大院報告一下 特別是有好不容易有個修憲的機會 第一個是說 首先是說我們有一個基本理念是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 容許我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所以我們總統或者議員 我們都選得不好 那等到這些人借滿之後 我們還可以重新再來選擇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選擇制度 讓人民有再選擇的可能 再選擇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出啊 從民主機制的角度來觀察的話 任何剝奪人民 有重新選擇機會的規定 實際上都是違反民主的 基本精神跟原則了 那麼憲法中 特別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憲法 就不該有這樣的規定 不過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憲法 徵修條款的前沿上面規定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這樣的規定是規定台灣 一定要跟那個中國合併 一方面完全沒有無視 事實上願意 以那個中國合併的人 到底有多少個 這數目是相當少的 更加嚴重的是 我剛才說過了 這樣的規定 剝奪了人民選擇 建立與中國有所欺格 並存國家的可能性 明顯的違反 那一個民主的基本原則 不該在我們民主國家的憲法中存在 似乎希望大宴可以以以刪除 再來 個人會認為 憲法第四條徵修條款 對不起 憲法第四條跟徵修條款的第四條第五項 有關於中華民國領土 與其固有僵義 非經特定程序不得變更 這一些規定 應該也要考慮以廢除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固有僵義 一直都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我年輕時候聽學者說 老師們教我的時候說 固有僵義是什麼 是蒙古帝國時期的中國的領土 也有人說是漢唐盛世的疆界 也有人說是1911年 中華民國建立史的疆界 也有認為是五五縣朝時候的疆界 有認為是1947年 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史的疆界 不一而是 事實上 固有僵義是個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 我們大家從小被教育 我們所認知的中華民國國土的疾難點 叫做北緯四度的曾母暗沙 我們也這樣教育我們的後代 不過曾母暗沙在國際法上 它還存在地底下 還存在水下20公尺 從沒有出現過水面 我們就說那是我們的國土 那麼將來 全球去又變遷 海水上升 它永遠不會出來 但已經是我們的國土 而且我們主張已經超過60年了 所以 從這個角度 我先引一下薩木武協責 特別是 我們主張最大一塊沿土 中國大陸 已經被中國佔了60年了 不會因為我們憲法規定 沒有經過國民大外議決 它就佔領就無效 國際法上很清楚 它是有效的統治 那麼以前薩木武老師 對憲法第四條固有僵義的看法 他是說啊 憲法不可能是江太公的姓黃旗 搖一搖 親戚者就恢恢淹媚 這個是實力問題 憲法規定 國土未經同 未經我國同意 不得上司 是罪文 應該 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出發 我承自建議各位大院 在未來修憲時候 也能把這個所謂的固有僵義條款 一併刪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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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教授 我們普通介紹 剛剛到場台大針對系 葛永光 葛教授 謝謝葛教授 謝謝 那接著我們請第六位 李永鈺 李律師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媒體先進大家好 關於修憲這個東西 大概內容有很多 但是因為今天只有局限在三個議題 那本人就是就這三個議題來簡單表示意見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降低投票年齡這件事情 那大概大家都沒有相反的主張 那個人這邊大概其他人都有提到一些理論上的預計 不過我這邊提出一點想法 就是說 關於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這件事情 個人認為說就是 投票權的這個行使 投票權這個行使 其實跟年齡沒有一個絕對必然的關係 因為這是完全取決在說 這個選民對於那個政治事務的關心的程度 也就是說 一個40歲的人雖然他有投票權 但是他對於這個政治事務他不關心 他對於這個他的選區有哪些民意代表 以及現在政府組織運作的狀況是如何 他通通不在意 那這時候他有投票權跟沒有 其實也沒什麼兩樣 那一個18歲的人 他可能說現在他還在就學期間 他可能這個有更多的時間來 來瀏覽這個目前出現的各種資訊 然後這個收看各種的節目這樣 那他可能對於這個政治的了解 以及關心的程度 都比這個40歲的人來得深入 所以這個投票年齡降低這件事情 其實跟這個 就是說他有沒有自主判斷的能力 或者是跟刑法或者民法的這部分的關聯性 其實個人認為是沒有一個必然的關聯 否則的話就變成說 我們在刑法上面是說責任年齡是18歲 但是在民法上面是20歲 那你現在如果硬要說 從這個刑事責任能力這邊來取得 他18歲就可以投票這個理論的依據 恐怕你跟民法的規定也是不能結合 所以個人認為說 投票年齡的降低這個不必尋求說 在法律體系上面說刑法怎麼規定 民法怎麼規定等等 這個不必就是直接就是擴大公民參與 就是讓這個所有需要想關心這個政治事務的人 他都可以取得投票權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關於這個隔魁同意權這個議題 那隔魁同意權這個議題大家都知道 古時候是有隔魁同意權的 那後來修憲的時候把隔魁同意權拿掉了 那理論上討論的很多 那個人只是就這個實際的層面來做觀察 就是立法院有隔魁同意權的時候 到底朝野運作的如何 這個因為當時剛剛學者專家有都有提的 就是這個其實看不出來 因為當時這個民主的程度還沒有很深 那在沒有這個隔魁同意權之後 沒有隔魁同意權之後 立法院對於這個行政院的制衡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制衡 其實這個從過去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就是在沒有隔魁同意權的狀況下 整個行政院的運作 整個行政院的運作都是陷於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況 那當然有學者是提出說 這個隔魁同意權這個是可以不用的 因為立法院它還有其他的監督的功能 對於行政院有其他的監督功能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了解到就是說 立法院它在對這個行政院的監督功能 其實並不是相當的周全的 其實並不是相當的這個 它所享有的權利不是那麼完備的 它包括這個國會的這個調查權 國會的調查權這部分目前是沒有的 以及這個國會對於預算的這個調整權 這個部分也是沒有的 立法院只能就預算只能刪啊 它不能就預算科目之間去說 你這個預算金額要編到另外一個科目去 立法院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那在立法院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利之前 我們現在就是給了立法院再來一個隔魁同意權的話 應該是就之前的這些 立法院沒有辦法完整監督行政院的這個命題 應該能夠得到一個解決啦 否則的話現在就是立法院沒有隔魁同意權的一個狀況 到底會產生什麼的結果 過去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我們都已經看得出來說 它的弊病在哪邊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是試圖解決 當時不管是哪一黨執政所產生的這些弊病 那可能有必要就要考慮說 要給這個立法院一個隔魁同意權 那第二個問題是 第三個問題是總統這個宣告解散立法院未避免濫用 就是對於重選的立法院一年內不得再提出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對照我們現行的這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就知道了 現行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就有規定了 你罷免案提出以後就是一年內就是不得再為罷免案的提案 這個在我們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就是這樣設計 那另外就是在總統選舉罷免法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罷免總統如果經過否決的話 在總統的任期內就不得再為罷免案的提議 所以剛剛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它是說 罷免案不成立一年內就不能再提出 那總統選舉罷免法就規定的更寬了 就是說你整個這個罷免人的任期內都不能再做罷免的這個提案 所以個人認為說就是對照這兩個法律 其實這個總統解散立法院一年內不得再行解散 這個部分是有其必要性 那第三個就是說這個立法委員這個兼任官員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憲法本文就是 那個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那這邊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這個部分也就是說這個憲法本文它的原意是什麼 他這邊講的是官吏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想說立法委員要來兼任這個政務官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相容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立法委員兼任官吏 這個部分就是感覺要有更多的一個配套措施 比如剛剛學者專家有提到的就是說 你立委的席次就是要增加 因為可能有立委就是去兼任官員了 那他立委就是同時有立委跟這個官員的身份 那我們又不是純粹的就是說我們現在又不是修憲 一舉就要修到那個內閣制這個狀況 我們好像還在這個討論當中 那你在這個過渡的時期你要弄一個東西是說 這個立法委員去兼任這個官員 那這個立法委員在本身他就兼任了這個立法委員 跟這個行政官員這個角色 那他在立法院的職權要怎麼行使 以及他在行政部門裡面的身份角色是什麼 這個都很容易混淆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說 你如果一舉要推到變成是內閣制的話 當然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所有的內閣官員都是由這個國會議員來組成 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話就變成說 你現在又有部分的立法委員是兼任官員 然後部分的官員不是 那這樣可能在體制上 有需要更多的配套作式來搭配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李永宇李律師 接著我們請第七位王四位王教授 主席 我們各位在場委員 各位在場專家學者 各位媒體大家好 今天在這邊我就針對大家可能在提綱裡面 一個關於隔輝同意權的這個部分 我大概就這一個面向多做一些說明 我在這個書面資料上面有呈現 那我必須要講說 對於這個行政院是否適合擁有隔輝同意權這件事情 那個人認為這個其實在其中有蠻多 對於這個憲法學歷不是很恰當的地方 那請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必須要講說我們對於憲政體制的這個了解的時候 有時候往往會流於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更糟糕的是可能會頭痛反而一腳腳痛反而一頭 那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目前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很多的這個制度的配套上面沒有做一個調整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勢必第一個要面臨到的一個問題是 國會的這個票票不等值 它嚴重的扭曲一個民意結構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它必須要得到一個調整 那不過在這邊我要先做一個說明 我要抱歉一下是 在這個資料上面 關於2008年的這個立委選舉結果 這邊有物質 2008年這邊的立委選舉結果 當選人數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81人 所以它是佔總當選人數的71.68% 然後民進黨是27人 然後這個上面的這個數字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不過在這邊做一個更正 那不管是從2008年或者是2012年的這個立委選舉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 它在這個席次的這個分配上面 有一個很嚴重的這個跟實際民意反義上的一個這個落差 那如果說有這樣子的一個落差的時候 那這個如果說在修憲裡面 要去增加國會的這個格魁統一權 這是勢必要小心考慮的 那第二個 就法國的這個第五共和裡面的這個狀況來說 以法國學者的意見 他們會認為說 在立法在國會 如果說一旦擁有所謂的格魁統一權的時候 事實上會破壞到行政部門它的獨立性 因為行政跟立法 在所謂的法國式的半總統制或者是在總統制下面 它是一個分開的狀況 也就是說它是分立的 它跟內閣制裡面的行政立法合一是完全不同的 既然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特別考慮到憲法當中 三權分立彼此制衡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如果說在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下面 我們要尊重這個行政院它的這個獨立性的話 擁有格魁統一權事實上並不是很恰當 然後大家可能常常會聽到一個錯誤的說法 是法國第五共和裡面的國會擁有格魁統一權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一件事情 因為法國的憲法第八條 就已經規定了總統任命總理 那其實它只要經過提名 這個政府已經馬上組成 所以沒有所謂的格魁統一權這件事情 沒有所謂的格魁統一權在法國第五共和的這一個憲法裡面 這是一個必須要在這邊再加以澄清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我必須要講 因為在法國的這一個狀況下面 類似台灣的這個目前的制度 我們有一個總統直選這樣子的一個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政治多數 還有一個由人民直選出來的一個國會 也就是說人民直選出了兩個政治多數 那這樣子兩個政治多數 誰來代表哪一方的權利 總統他得到了這一個人民直選的這個政治多數 事實上它是被賦予行政的這個權利 那國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又有一個政治多數 這個政治多數是來佔據的這個立法的權利 所以兩方是互相自衡 在整個這個憲政架構的設計上 其實是這樣子的啦 那其實是這樣子 可是萬一今天有一個格魁統一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這兩個政治多數 發生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發生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在法國如果說這兩個政治多數 它發生衝突 國會跟總統之間萬一有難解的問題的時候 總統他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利去做一個調整 可是我們目前是一個被動的解散權 所以這部分 會其實要讓我們原本想要解決的一個憲政僵局 反而你得不到一個解套的一個措施啦 那另外一個是說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在我們的這個立法院跟總統選舉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概過去的這個結果 如果說他的時辰相近 可是因為選舉制度上面的一些設計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問題 反映出來的假設今天有一個狀況 是總統他獲得了六成的選票 可是國會的另外一黨 他可能獲得了五成的選票 那萬一有一個格魁統一權的時候 那是不是變成一個強制的少數執政 那這個是一個可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風險 而且這個不是違言聳聽 這是很可能會發生的 那當然其他的就不要去提到說 如果說有一些政治文化上的這個差異 譬如說同意權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可能一般人會擔心 是不是會變成一個變相的選舉 那如果說是一個選舉的過程的時候 行政院長是不是要到立法院來拉票 那拉票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私下的這個交易種種 這個大家會至少在我們民間社會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慮跟擔心 那還有一個是說 其實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萬一採取內閣制那樣子的一個走向的時候 政府難產的狀況我們如何去避免 我們都知道譬如說在這個最有名的比利時 或者是義大利 他都曾經有長期沒有這個政府 政府都是處於一個看守狀態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問題是比利時跟義大利他們有辦法應付 那我們台灣萬一 未來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處理 那這個政府難產的狀況 可能第一個要避免 然後當然我們大概也常常會提到 說少數執政少數政府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民主中的一個常態 可是我必須要指出 必須要指出 其實在歐陸國家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在北歐國家 常常都會有這些少數政府的這個出現 那個少數政府的出現 不見得是因為他在這個國會當中 並沒有這個同意權 有時候可能有同意權 可是他一樣會有少數政府 那少數政府他為什麼能夠留任 因為你國會不倒閣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講 說我們其實目前立法院並不是沒有權利 目前立法院已經有一個被動的隔魁同意權 什麼叫做被動的隔魁同意權 因為你如果說接受這個內閣 那你不倒閣的話 他當然繼續存在 所以如果說今天國會對於這個內閣你不滿意 你要行使你的權利的時候 你就是倒閣 那倒閣基本上就是一個被動的統一權 那時間的關係 到此謝謝 謝謝王教授 接著我們請第八位 西偉委員 許博社候選人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感謝貴委員會再次邀請本人出席第二場修憲公聽會 那麼在上一場我簡單的介紹了美國總統制 英國兩黨內閣制 法國第三第四共和 還有現代的意大利比利時的多黨制內閣制 以及到最後法國的半總統制的權力結構 來論述說 在台灣這種類似半總統制的憲政架構之下 貿然加上隔魁同意權 等於把人民原本手中一票可以決定政府組成的神聖權力 把它給剝奪掉 而且在上次我還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當我們要讓總統權責相符 考量的重點不應該是說怎麼樣把立法權的這個權力深入到行政權的這個組成的過程裡面 相反的應該是說我們應該考慮是說如何來健全我們國會的監督行政權的這個能力 這吳寧是一個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向 那今天我要談論的是另外一個爭點就是內閣制 關於18歲的這個投票權問題我完全支持 我相信這一部分也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那麼未來的修憲是否改成內閣制 以及立法委員是否兼任內閣官員 我個人的意見跟上一次一樣 大原則跟上一次一樣 就是說修憲它需要配套 那以我國目前憲政體制的結構跟過去的憲政經驗 我個人認為在總統已經直選的這個前提下 除非我們重新制憲 大幅度更改現有體制 然後把總統直選背除掉 然後徹底更改總統與國會的選制 讓國會議員的選區票票等值 減少小黨而且要減少小黨進入國會的機會 在國會裡面形成兩大黨 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去形成一個比較健全的 比較穩定的一個內閣制 那如果我們不能夠做到的話 內閣制就不用考慮了 那一旦內閣制不考慮 立法委員兼任官員這一點也就不需要考慮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大膽的說呢 我敢這樣大膽的主張呢 因為我們先從現行憲法的背後的制定精神來看 那很多人提到我們現在的這一部憲法 在援引自憲者原意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援引張君邁先生的著作言論 那我想這個方向其實也沒錯 而且是很必要的 可是我們不能夠否認 這一部憲法它在第一條 它就嚴明它是基於孫文先生的思想 三民主義五全憲法而來 那所以呢我個人認為說 我們在解釋這一部憲法的本文的時候 除了張君邁先生這一位主要的制憲起草者以外呢 我們還必須要尊重要參考孫文先生的思想 就像我們在解釋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時候 除了主要直筆人Michelle de Bray 戴布瑞先生的想法以外 法國第五共和的第一任總統戴高樂的想法也非常重要 那麼根據孫文先生1920年在廣州五全憲法的演講裡面呢 他直接說立法就是國會 行政就是大總統 司法就是裁判官 可見在孫文先生的思想裡面呢 擁有行政權的就是總統 那如此一來我們的總統怎麼可能會沒有實權呢 他理想中孫文先生理想中的憲政體制又怎麼可能是完全的內閣制呢 那除了憲法背後的這個精神以外呢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實際的憲政經驗 這一部憲法的確在張君邁先生的苦心之下呢 把歐陸當時的議會內閣制的精神呢 跟孫文先生的精神呢 融合在一起 的確是這樣 但是呢 我們不要忽略說 1947年呢 這一部憲法一制定以後 馬上被凍結起來 馬上用臨時條款來代替憲法 我們實行的是大總統制 到了幾十年後在台灣呢 民主改革之後呢 一旦改革廢除臨時條款之後 我們馬上就是總統直選 然後總統直選之後呢 我們又在97年呢 引進了法國辦總統制的若干重要機制 什麼若干重要機制呢 比如說為了落實總統民選 廢除掉格魁同意權 跟一大部分的這個內閣閣員的附屬權 給予總統相當大的民意基礎跟權力基礎 到了現在呢 我們甚至於都已經選過五次總統了 那各位可以想想 我們平常都是用什麼 我們平常都是說 稱呼扁政府、馬政府 我們從來在台灣沒有聽過任何人稱呼說 毛政府、江政府、謝政府、蘇政府、郵政府 沒有 我們都習慣是用總統的名號 來稱呼我們的政府 這證明什麼 這證明說 在我們一般人的心目中 在我們的媒體的想像中 在我們甚至於政界政治人物 比如說貴院、許多委員的心目中 我們的總統才是行政權真正最高的權力擁有者 那麼 我們在想 過去的數十年來 我們一向都是總統掌握行政大權 唯一一個例外的時期是在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我們還有一點點內閣制運作的影子 否則的話 在這幾十年之間 我們的憲政經驗 從來沒有過以立法院和行政院為中心 以內閣制的運作精神來運作的一部憲法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這樣的憲法是不存在的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今天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修憲絕對不是在真空中進行 每一次的修憲 都有歷史經驗帶給我們的憲制跟加持 在去年1.129選戰之後 有些人說 我們的憲法應該要回歸內閣制 但是我們的憲法從來就不是依照內閣制去運作 而是依照大總統制或者半總統制的精神去運作 那很多人也說內閣制多好又多好 那這個我也知道 但是問題是內閣制也需要配套 剛剛王教授也講了 比利時他因為多黨制 他中間曾經空轉了538天選不出新內閣 意大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再的倒閣 每一個內閣都非常短 到前幾年呢也是內閣難產 那我們大家要想一想 我們台灣有這樣的和平安穩的環境 讓我們像比利時這樣空轉500多天的內閣制嗎 我認為是沒有 所以請各位 我覺得這個議題是要三思 因為一旦有了隔魁同意權 整個體制就是往內閣制的方向去發展去傾斜 謝謝各位 謝謝許有為先生 接著我們請第九位蕭文生蕭教授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進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談這個議題 首先我針對這個投票年齡的部分 我想18歲應該是一個 我們法律上認為他可以完全負責的年齡 所以這部分基本上我的意見 是跟各位委員的意見相近 不過我們在這裡 所有的委員一直在談民主國家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民主國家是19世紀20世紀的 21世紀更重要叫民主法治國家 選舉權絕對是個人的一個權利 但是選舉權的行使跟宗教自由不一樣 不會影響他個人而已 選舉權還會影響到國家的運作 還有全民的福祉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我們要把選舉年齡降成18歲 那我們基本上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在整個國民成為現代國民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給他民主法治的這個教育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要一直只有講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當然重要啊 可是後面發展出來叫法治國家 如果今天只有民主國家 我們不會有大法官的視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在配套上面 應該要盡量的去加強 剛剛很多人講說大家都不敢反對 其實不敢反對的理由 不是說會得罪這個年輕人 而是說我們希望大家去認知 這個選舉權的行使其實不是你個人而已 因為它會影響到國家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部分的大院的委員都提到這個選舉權年齡的降低 那至於那個23歲要不要降低 我覺得這個或許也可以再考慮 因為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 美國出現了一個什麼16歲18歲的政長 哇大家好像當作是笑話在看 可是我們發現了 那個十幾歲的政長 可以把這個政能弄得很熱鬧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那個被選舉權年齡也可以一併修正 當然 被選舉權的年齡 是不是要跟選舉權一模一樣 這個有的國家是這樣的 但是大部分的國家呢 因為被選舉權 它基本上 它跟選舉權也可以做區分 所以這部分呢 或許我們可以去做一個討論 那今天主要的重點 應該是行政院跟內閣制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我們今天這個標題 可能沒有很完全的把這個議題 的意識弄清楚 因為在我們國家裡面 行政院跟立法院的互動 從來都不是只有這兩者之間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把總統放進來 那只是在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間去 做各種不同的修正 我覺得這個可能完全達不到目的 那就總統這個部分來講 就總統部分這個來講 如果我們大家都認為 總統是必要的 而且呢 總統的直選是不可逆的 再加上呢 千辛萬苦選上總統 他絕對不是虛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如果這個前提是 大家都認為是必要的話 那今天我們只能做 少數部分的改革 你沒有辦法達到大家 所希望的一個理想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憲法條文 那我發現呢 我們貴院的這個 所有的提案呢 都還是保留這一條 叫做行政院要向立法院負責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行政院長就變成台灣最可憐的人啊 他負責的對象又是立法院 而且是憲法 政修條文明定的 第二個呢 他又必須大家都講 我是總統的執行長 那到底他要跟誰負責 這個就是造成我們現在 比如說行政院他可能會精神分裂啊 他來立法院的時候 對立法院負責 他為行政院的時候 跟總統負責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大家同意 很多人說這個是不可逆的 總統要直選 這個代表主權 總統直選那麼辛苦 沒有真正的實權 那誰要幹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行政跟立法之間的互動 總統的因素呢 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再加上呢 我們好像都沒有人要去變動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這個條文 那他好像認為說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是責任政治的表現 當然這種條文啊 都是在早期 總統沒有直選之後 總統沒有直選之前出現的條文 總統直選之後 這個條文繼續存在 那這個條文繼續存在 到底他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忘了把它修掉 還是故意把它留在那裡 那既然行政院要對立法院負責 那基本上只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人事上的負責 一種是業務上的負責 業務上的負責呢 可能大家認為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真的是由總統直選 如果行政院長真的是總統的執行長 他為什麼要向立法院負責 他負責的精神在哪裡 當然權力要受監督 那就業務監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我們要貫徹監督的想法 那這個人事監督又是必要的啊 那怎麼會有的贊成事前的可以 事後的不可以 或者事前的同意不行 但是呢事後的倒閣可以 那邏輯上根本是有問題的 你如果真的不要 你就沒有人事權 不管是事前的同意 事後倒閣那都不要有啊 這個才有辦法完完整整 去讓一個人對一個體系去負責 那我們現在變成就是說 兩個他都要負責啊 那這種情況之下 再怎麼改其實都有問題啊 改到最後不管他是不是有事前的同意權 不管他是不是有事後的倒閣權 其實到最後呢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仍然堅持總統要直選 總統又不能是虛偽 那這個問題呢可能就 這些孜孜節節的修剪 沒有辦法達到 讓我們國家走出困境 這困境呢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當然啦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 比如說直選大家認為是必要的 但是總統虛偽 那這個就很簡單 那就是內閣就是一個 最大的政治權力中心 但是我想直選有沒有這個實權 沒有人要參加 那講到今天的內閣制跟總統制 到底哪一個制度比較好 剛剛很多這個委員或是專家學員都講了 其實這是機率問題 這是機率問題 總統制如果你選到一個民軍 我們這個國家馬上就可以天眾英明 馬上就可以變得很好 所以大家希望他有這個民軍出現 內閣制呢各位想一想 很多內閣制的國家 很多人都講不出內閣總理是誰 那內閣制他基本的精神就是集體智慧 我們今天要修憲 是要適合現狀來滿足 我們大家都希望有個民軍來帶領我們 還是呢 我們可以推出更多 因為集體智慧才是最好的 最後呢 內閣制啊 是不是官員啊 互相堅任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 增加立法委員的數目當然是一種方向 大家有沒有想想 減少我們內閣的數目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好的方案啊 我們現在113個立委 如果有將近30個這個內閣閣員 那當然是不夠的啦 可是我們如果內閣啊 減成11個 我們113席還是夠的 謝謝大家 謝謝蕭文森蕭教授 接著我們請 第十位楊君子楊教授 主席 在場的委員 在場的學術界先進 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午安 那首先感謝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的邀請 能夠讓我們有機會參與這一場的公聽會 那緊就修憲委員會所提出來的三個討論提綱 來發表我個人的一個初步的一個觀察跟簡見 那第一個議題就是所謂的擴大人民之政治參與 然後希望能夠降低所謂的投票年齡這個議題的話 我想我們今天有蠻多位的學者專家的一個先後發言 大致上應該是大家都有這個共識的 跟朝野的立委他們的提案裡面來觀察的話 應該是就是說有這個共識的 有這個共識希望能夠把這個投票年齡降到18歲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將來包含了這個所謂的被選舉權 也可以降低 那這個也可以一併來做討論 所以第一個提綱應該比較沒有太大的一個爭議點 那就第二個跟第三個議題來看的話 應該一起來看 那假設 假設從媒體的報導來觀察的話 就是說好像這一次大院是希望 就這個所謂的總統有權無責 然後所謂的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等等 這個議題這個方向來討論 來討論所謂的總統行政院 還有立法院之間的一個互動機制 那如果從這樣的一個媒體報導來觀察的話 其實當然大院的朝野立委是希望 從所謂的內閣制來作為一個解決的一個可能方案 那當然這個其實在 不管是從民意的一個角度來觀察 或者從學者專家的一個討論過程當中 其實可能還需要更多的一些細膩的一個討論 一個細膩的討論 例如說 例如說這個我們先就第三個提綱來講 就是所謂的官員是否可以監任 得以由立法委員來監任 那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就會馬上會涉及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的立法委員 113席是否足夠 因為如果假設有部分的委員去監任行政院的閣員之後 那剩下的立法委員是否能夠正常發揮立法院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所謂的立法委員人數是否調整 那調整到多少 那這個可能也需要更細膩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那也涉及到說 因為立法委員人數的調整 假設真的要調整的話 那選舉制度 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 如何的去做討論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 針對第三個提綱來講 那如果又涉及到了選舉制度的話 那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現實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現實問題 就是很有可能 我們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如果假設有些委員又提出說 希望能夠降低政黨門檻 那降低政黨門檻 那如果降低政黨門檻 那如果降低政黨門檻 很有可能 將來我們的立法院 可能是一個多黨政治的運作機制 那這種多黨政治運作機制的情況之下 如果又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假設是三黨或者四黨都不過半的時候 就是說立法院 假設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多數的一個出現的話 那又會影響到前面的第二個提綱 就是所謂的這個 涉及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內閣的一個組成 然後或者是內閣的組成之後 所衍生出的一個不信任案 還有解散國會權等等 那第二個提綱這裡面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問題 就會更複雜 如果假設面對將來 假設面對將來就是說 是一個更 這個立法院是一個多黨政治 而且沒有明顯的一個 多數黨的一個出現的情況之下 那麼第二個提綱所討論的 可能就會更複雜 那我個人就提出幾個 比如說假設 假設立法院院長任命 抱歉 行政院長的任命 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那假設立法院不同意 那總統堅持要用某一個人 並且請他擔任代理院長 那請問這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會變成一個 另外一個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假設立法院不同意某個人選 然後總統堅持用代理院長 那可以代理多久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真正的 發揮這個行政院長等等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可能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要避免總統 所謂濫用解散國會權 那是不是要引進類似像 德國的所謂的建設性不信任案等等 所以我想整個第二個提綱的討論 在這裡面可能就必須要遷就很多 未來的一個現實的一個發展 可能必須要有更細膩的一些討論等等之類的 而不是說單純就是從上面的一些 一個簡單的一個條文就是說 行政院長的任命須經過立法院同意等 或者是所謂的限制總統的解散國會權之類 這種簡單的條文的一個說明就可以了 也許可能還要考慮到 將來一些更現實上的一個問題 以上就這修建委員會所提出的 這個三個提綱 我個人第一次的發言 糾教於在座的學術界先進 謝謝 謝謝楊教授 我們請第11位徐偉琴徐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 我的幾點意見 第一個對於今天的三大議題裡面的第一大議題 有關於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的建議 我們是表示支持的 第二個在第一個提綱裡面提到的 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這件事情 我要多說一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強調 所謂擴大人民政治參與的話 我們認為這一次的限改 真正讓人民擴大政治參與的工作 除了降低投票年齡之外 應該是兩個 第一個是要降低修憲門檻 讓人民修憲能夠真的成真 第二個是在限改程序當中 應該要納入人民審議的程序 並不是公聽會而已 而是審議 是讓人民能夠充分知情 充分討論 並且充分記錄 並且以這些資訊作為限改的基礎 所以我呼籲在這一次修憲案 在不管是什麼案子 在院會完成三讀之後 到明年公民覆決之前 國會 立法院應該要設法 或者是要求政府機關 去訂定一定的機制 然後在各地基層呢 舉辦人民審議的修憲案的會議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落實 這個所謂的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 至於對於第二個跟第三個議題 我想先放在一個更大的架構上去說 就是我們今天在談限改 那到底限改要改什麼問題呢 簡單說我們現在的限改的問題呢 是千瘡百孔 不是一條兩條的問題 我們每一天所面對的財富不均的問題 土地掠奪 沒有居住正義 青年貧窮 世代不正義 轉型不正義 地方的財政不均 地方的區域發展不均 這個國家呢 日漸的失去經濟的自主性 跟政治的主體性 這些通通都是憲政問題 所以要談限改 絕對不是談一個議題 兩個議題 而是要全面限改 我們應該要用這次的機會 來做國家的政治的總改造 基於這樣的一個脈絡 所以我們今天所談的限改 應該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必須立即啟動 第二個是不能草率了結 也因此我們主張 這次的限改 必須是全面限改 而分兩階段來完成 那眼前的這個階段 就是第一階段的限改 那目標是在2016的公民覆決 那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主張在這個階段 只應該處理少數的 有高度共識的議題 然後進行修憲 加上降低修憲門檻 以打開第二階段限改的大門 就目前已經提出於 修憲委員會的修憲案來說 我們主張這一次應該處理的議題 是第一個降低修憲門檻 第二個18歲投票權 第三個要把基本人權 對國家機關的居住力 一般性條款入憲 我想這應該不會有什麼政黨會反對 第四國會選制 尤其是降低不分區席次到 分配門檻到3%這件事情 那這些高度共識議題呢 要在本次的修憲有成果產出 這就是所謂的立即啟動 不能夠一事無成 至於像第二個第三個議題 所談到的這個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 從各位剛才的討論也可以看得出來 要如何建立一個全責相符的體制 這體制要如何設計 事實上是牽涉非常廣泛的這個環節的 那麼在這一次修憲案裡面 所提到的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這個中央政府體制的修改 不應該在這一次提出 應該是在第二個階段的限改來完成 為什麼呢 我要提出幾下一些說明 包括我們這邊所談到的 這個恢復格魁同意權 光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確定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中央政府體制要修成全責相符 這是當然的 第二個 內閣制作為一種中央政府體制的選項 這並沒有錯 不能說它絕對不可以 但是我們要指出 恢復格魁同意權並不等於內閣制 它根本也不是內閣制的必要條件 內閣制的真正的精神是議會制 所以它的核心的要件是 第一個 由國會的多數黨領袖出任格魁 第二個 這個格魁是國家行政權的唯一首長 如果沒有這兩件事情 只有恢復格魁同意權 那根本不是格魁內閣制 那要建立內閣制 也不可能有總統跟行政院長各享權利 所以這個現狀必須要去解決 以現狀來說 我們的總統跟行政院長同時享有權利 那麼這裡面 行政院長跟總統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兩者的權利要怎麼劃分 行政院長究竟要怎麼樣的有責又有權 而總統要怎麼樣的有權又受到國會的制衡 能夠被究責 這些事情都是現狀的問題 如果現狀的這些問題沒有被解決 或者我們提出來的方案不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那麼都不算是建構一個全責相符的體制 那再談到內閣制 內閣制還需要強有力的國會 要能夠形成所謂的影子內閣 所以當前的國會的權能 這個薄弱 不去加以補強 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健全的內閣制 所以我們沒有法治化的國會調查權 聽政權 沒有預算調剝權 更沒有研究政策的功能 那這些東西不去解決不可能有健全的內閣制 那這些問題這麼多顯示什麼呢 顯示我們只提一個無關紅子的恢復格魁同意權 真正的問題不去解決 就不可能建立一個全責相符的體制 那也因此我們如果只推這個案子 對社會來說就並不像在追求所謂全責相符的體制 到比較像在追求堵住體制 就是堵的是我選不上總統呢 可不可以我還有行政院長可以做 不管哪個政黨如果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那都不會被社會所接受 總之真正的要改革中央政府體制 要讓它全責相符 事實上有太多的問題必須同時的改革 尤其是體制的類型還有不同的選項 這些都需要時間充分討論 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藍圖 因此我們主張這個問題 根本不應該在這一次限改裡面 修憲裡面推出 而應該留給第二階段的限改來解決 以上謝謝 謝謝徐教授 接著請彭景彭彭教授 主席各位在場的朋友 非常感謝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一次的公聽會 這一次的公聽會上面有三個議題 我想第一個議題很簡單很容易答覆 如果我們看目前全世界大概200個國家裡邊 投票權定在20歲的只剩下我國巴哈林 日本諾魯 21歲的只剩下看麥龍科威特 黎巴嫩馬來西亞阿曼薩摩亞 新加坡索羅門群島東加 日本也打算要降低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不能落後 其他的修憲完了之後的配套的改革 我想立法院絕對可以處理的 不是我們需要來介意討論的 所以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降低為18歲的一個投票權 我覺得是第一階段裡邊可以達成的一個目標 那麼至於第二題跟第三題裡邊所提到的 我想先來從歷史的一個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2003年第11任總統大選的時候 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提出來一些修憲的主張 那這些共同的主張裡邊 共同的主張裡邊 包含了這個投票年齡 是否要降低為18歲 募兵或徵兵修憲是否應經公民投票 這在歷史的進步的大輪之下 我想先後都達成了 所以今天我們所面臨到的是 修憲到底是要玩真的玩假的 如果要玩真的 那麼就像我們剛剛徐老師所提到的 必須要配套 而這一次的修憲如果要成功的話 那麼就是一個我們在限改裡面 最後的一塊大石頭 那叫做限改大山 這個大山要突破 絕對不是我們這第二題跟第三題裡邊 這樣子所謂的叫做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麼來加以處理 以立委這部分 以立法院這部分來講的話 所碰到的問題就是立委人數必須要增加 不增加的問題 能不能兼任官員的問題 統一權的問題 解散的問題 內閣制 那麼是不是要改變所謂的調查權力問題 還有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現在目前所提出來的這些修憲案呢 你會發覺它一定會是儀管虧天 而且是互相衝突 必須要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配套的來做一個研究 那麼才能夠把修憲這件事情給搞好 修憲是不是一定要限制處署 當然不是 如果我們看各國的修憲的歷史的話 如果以美國來講的話 它從立憲以來已經修改了二三十次了 所以不要用次數來限制我們的一個想像 但是我們面臨到這一次要比較大規模的 比較整套的來做修憲的時候 那麼我就很斗膽的提出來說 我們必須要用所謂的開國際標的一個方式 來提出修憲的一個主張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邊 我一直都在嘗試用所謂的開國際標這樣一種說法 所以我每次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大概講了兩分鐘到三分鐘 大概也就沒人笑了 甚至於我們中央研究院院士朱英翰朱老師 還曾經跟我這樣講 我在第一次提出來這個觀念的時候 他說那我想當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頭 那麼我就接著來討論有關於說 為什麼要用採用國際標 這裡面的原因 第一個是國內政黨協商修憲 一定會考慮各自的利益 不斷討價還價 或者是受到特定人為因素的干擾 很難達到憲法條文 客觀整體配套的一個目標 第二 限改套餐需要有憲政學理的深厚基礎 運用國際憲政學者的跨國經驗 可以提出完整的規劃報告 減少日後冒出憲政僵局的可能 第三 透過國內學者和國際學者的合作團隊 可以仔細研究國內行憲的經驗 廣聽國內學界和民眾的反應 反應國際憲政制度的經驗 從而提出完整的行憲修憲報告 作為頻段修憲方案水準的基礎 第四 經由國際首創的憲法版本國際標 可以吸引全世界各國政界學界的注意 成為國際政壇的注目焦點 其實二次大戰之後 特別是後共產時期 東歐國家他們的憲法有些會有問題的 那麼他們需要有一個修憲的典範 我想我們可以來做一個領頭羊 第五 就像國內公共建設的國際淨土一樣 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 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才能夠有豐厚的回收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學習和取得合理可行的修憲版本 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徑 討價還價的政黨和個人算計 是相當不可取的 比方說 當有人提到說 如果總統不能夠民選 那麼他就已經喪失了 在憲政權利上面的一個 我們大家都認為應該要選總統 其實 世界上還有不少的國家 是選總統 但是實施議會內閣制的 所以我們不要用儀館虧天的方式 來討論我們修憲的方案 接著我想提出來 開放國際標的做法可以分成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由各政黨協商出國際標的競標原則 例如最接近我們現行憲法版本 和憲政經驗 避免憲政僵局 有利於政黨政治的一個良性競爭 那麼第二個 由立法院公開徵求 國際學者和國內學者 共同組成競標團隊 只要通過競標決審標準的 至少兩個到三個競爭性的團隊 就可以得到相對優厚定額的研究費用 和最後優勝團隊的獎金 第三個由朝野政黨公正人士和學界 組成國際標的審查委員會 進行版本審查 那麼審標的最後決定一套修憲版本 再由立法院完成審議工作 然後進行修憲的公民投票 召開國際標使用的經費和所需的時間 相較於它所能夠產生的長遠政治效益 當然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個 研究時間定為兩年 並需提供3000月以上的研究報告 報告內容最少包括憲政設計原則 修憲條文草案 草案條文說明 相關條文我國行憲經驗的檢討 一般民眾對修憲條文的意見 相關條文的國外憲政經驗 我們的公共建設 動輒都要研究一年五年十年 需要投入的研究經費 很可能是一億兩億三億 我們想想 我們要不要付出這個代價 我覺得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回過頭來看 在座的立法委員 在議會內閣制之下 都非常可能擔任部長 請問 國內有哪一位知道議會內閣制 是如何運作的 有哪一些必須要注意到的憲政結構 可能會出現哪些主要的缺點 還有哪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麼畢竟 國內幾乎沒有一個人 有把握知道如何來實施憲政 議會內閣制 那麼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應該學習 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當然可以立刻來支持 共識最高的投票權 把它降低為18歲 然後呢第二個 這個 有建於我國學者和從政人士 沒有任何議會內閣制的實際經驗 配套又非常重要 所以我誠摯的建議 要召開國際標來選擇 那麼以上 這個敬請就教委各位 謝謝 謝謝 彭女朋友彭教授 接著我們請第十三位 曾建元曾教授 主席吳委員 在座各位委員 各位學術先進 各位媒體的朋友 大家好 那也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各院舉辦 這個修憲委員會的公聽會 那我也非常榮幸 能夠來參加 那麼提供建言 那我們今天 主要討論三個題目 那我想 我就不發 過於發散 那個今天的 討論的焦點 那麼我就 先就這三點 那麼提出 我個人的看法 那第一點呢 關於這個 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 那麼 這個部分呢 我們主要討論的是這個 降低投票權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世界各國的一個趨勢 18歲是最普遍的 當前最普遍的一個潮流 那我想因應 一方面這個國際的潮流 另外一方面呢 也因應我們國家 這個 國民教育的這個素質 的普遍的提升 那麼 人民對於公共事務 關懷 參與的這個程度的提高 所以呢 將投票權降低18歲 那我想這是一個 非常 這個符合民意 符合潮流的一個 一個修憲的方向 那麼在此同時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 將被選舉權 也同時的降低 23歲 如果說我們現在 只單方面 降低投票權18歲 那被選舉權 人家維持23歲 中間差了5歲 我覺得這個差距過大 那麼其實 我 我認為降低到20歲 就被選舉權呢 這是可以考慮的 那為什麼呢 如果投票權 將降低18歲 那我們現在 服兵役 還有行事的責任 或者是 剛才有先進提到 未來關於民法當中 關於完全行為能力 也可以進一步的加以調整的話 那麼 如果以18歲為標準 那麼 再考慮到 有可能 這個男性 未來服完兵役等等 那麼 20歲 他已經進入到社會 如果他沒有在進一步升學 或怎麼樣 就算升學無所謂 因為現在這個學生 可以參選公職 那麼 我想這個20歲 來從事這個 最基層的 這個 村里長 等等 那麼 按照各種不同的職位 來設定他的一個 年齡的門檻 我想這是可以考慮的 一個修憲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說在 在 是在這個 我們的憲法本文 或者是 政修條文來處理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 立法院 目前可以看到的 各種的 修憲的提案當中 那麼 有的是主張 在憲法本文來修正 那有的主張 是在 深修條文 那我的看法 我是 比較支持 當中 像陳婷菲委員 還有這個 盧秀燕委員 領先的 政修軍委員 等等 他們的這個提案 也就是在 憲法本文來修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曾修條文 它是 基本上 它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 它是一個 在 所謂 國家統一前的 一種過渡形式 但是 如果涉及到 國民的 基本權利義務的部分呢 這個 應當是 在這個 憲法本文 而不受到 不應當有這個 時空 時空的一種 一種限制 因為我們的 政修條文 它 基本上是 因應 所謂國家統一前的需要 在台灣地區 所謂自由地區的 這個 實施 那麼 所以它是一種 具有 這個暫時性 或具有過渡性的 一種 規定 所以呢 在這個方面呢 我們 我是認為說 就 這個 屬於人民的 基本的權利 不受 基本上不受這個 時空限制的 這個部分呢 那麼 應當在憲法 本文當中 直接來修正 那我想這也可以 進一步去破除 就是說 過去 長久以來 所謂在反共大陸 之前呢 不修憲法本文的 這樣的迷思 我想可以從這個 18歲的這個修憲案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 逐步的 建立這個 我們對憲法的正確的觀念 那 第二點是關於這個 各會統一權的問題 那麼剛剛也有 這個前輩提到 那個 這個 我們在考慮到 我們的政府體制 憲政選擇的時候呢 那麼 過去的 我們憲政的實施的經驗 我想這個是 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 那 從 中華民國 建立以來 或者中華民國 形線以來 事實上 我們沒有真正實施 議會內閣制的經驗 那我們比較熟悉的 或者在我們的 政治文化當中 我們比較熟悉的 就是以總統為中心的 一種 國家決策的 這樣一個 一種方式 不論他的 在憲政體制當中的設計 是怎麼樣 或者總統的權力 透過怎麼樣的 法制的 這種設計 他來彰顯出來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國家 或者是執政黨 他最終的 意志的決定者 權力意志的決定者 是那位總統 那麼也是因為 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 民主化之後 那麼要透過 總統的民選 讓總統的 政治責任 可以讓 由人民來 對他直接進行 克責 那 所以這個 是我們過去 在憲政發展當中 啊 以及我們的 政治文化 那麼 所形成我們今天的 一種憲政的選擇 那麼如果說 這個 當然 我們當然 今天 我們台灣也面臨了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面臨這個 對岸 強大的一種 對我們國家 人格 的一種 重大的一種 侵害的一種狀況之下 那麼 對國際社會 來透過總統民選 那麼來 宣揚我們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的獨立 我們希望 能夠跟世界各國一樣 善盡國際的責任 成為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 平等的 一個國際的法人的話 那麼我想 這個總統 直選 這個事情在 華人世界 在華人世界 那麼 特別在香港 在爭取普選 或在中國大陸 民主化之前 我想它仍然有 具有重大的一種象徵意義 那麼對我們 我們國內來講 它也有團結 我們國人的 這樣一種 那個 就形成國家 正統共識 一種重要的一種機制 那麼也是一種 國民集體行使 主權 的一種實踐 所以我想 如果我們確立 總統直選之後呢 那麼 怎麼樣讓總統 全責相符 我想這才是我們 考慮到憲政制度 選擇的時候 這個 的一個起點 那麼因此剛剛 很多人很少人提到 但是我剛才聽到 黃錦棠教授也提到了 一個民選的總統 他對於 人民對他有重大的期待 那麼同時呢 這個 他也有非常多的 政治的抱負 要去實現 那麼我們現行的制度 怎麼樣讓總統的權力 能夠透明化 他的決策能夠透明化 我想是我們 在現在制度當中 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那麼因此呢 我最後提出來 就是說 那個 我不贊成 我們走向 轉向 內閣制 因為我們缺乏這樣的經驗 但是我支持 就是讓總統 扮演 更透明的 國家決策中心的角色 那麼因此呢 未來我們似乎可以考慮 這也是過去 台大政治系教授 蔡正文教授 在當年 那個 在1997年修憲的時候 當時所主張的 就是讓總統可以主持 我們設立國務會議 讓總統從雲端走下來 那麼總統可以參與 這個行政院的這個決策 或者主持國務會議 或者讓行政院會議 成為行政院的工作會議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總統的這個決策 那麼我們可以 如他現在所實際 實際的那個 政治上的這種影響力 能夠在我們的憲政制度當中 可以得到一個安置的位置 讓全民有監督的一個機會 那我就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曾教授 接著我們請葛永關可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界的現金 各位理事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首先我想要謝謝 吳委員的邀請 那麼今天有兩個 我想談兩個主要的議題啊 第一個就是說 有關18歲投票權的問題 那現在因為沒有人敢反對 所以我也不敢反對啊 不過我提供幾點意見 供立委參考啊 這個 在去年12月 有一個草根影響力 文教基金會 他們針對這個問題 做了一個民調 那因為我應邀去 去在這個民調 發布會當中做評論啊 這民調蠻有意思的 他說反對這個 降低投票年齡的 有48.6% 贊成的有32.79% 那麼換句話講說 反對的比贊成的多 更有意思的是 在交叉分析以後呢 20到29歲這個年齡層 反對的比例高達56.11 那麼30到39歲 反對的比例是50.63 40到64歲 反對的比例是43.81 65歲以上 反對的比例是33.6 也就是說年紀越輕 他越傾向於反對投票年齡的降低 那因為這個調查是針對 20歲以上公民所做的 所以我們不曉得 18歲到20歲這個年齡層 他們這些年輕人的想法是什麼 我上學期在我的課上 因為多半都是大一的同學 他們也大概都是在18到20之間 我也書面的做一個非正式的調查 很有意思 也是反對的贊成 多一贊成的 那他們當然也寫一些理由 即使是他們自己這個年齡層 他說這個不是他們最關心的 因為在他們這個年齡 他們多半還在升學 在求學這個階段 尤其是18歲如果是在高三的話 他對這個議題並不是那麼關心 那有些同學覺得這個年齡的年輕人 對政治的看法還不是非常的成熟 那麼所以是不是要賦予他投票權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保守謹慎的 那麼因此我建議立法院就是說 可以針對18歲到20歲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 去做一個民調 看看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立法院想要降低投票年齡 基本上是假設年輕人是支持的 假如年輕人多數是反對的 尤其是18歲到20歲這個年齡層 我們是希望幫他們爭取投票權 結果多數他們是反對的話 那可能跟我們立法院 要修憲的這個意志 反而是有背道而馳 所以我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站在教育工作者跟家長的立場 那我相信很多人並不是很希望 年輕人太早受到政治的影響 那麼或者是污染 那我記得以前說要政黨退出校園 尤其是大學 那當時很多包括學者 詞的論調就是說 在一個國家裡面有一些領域 是應該讓它非政治化 比如說像軍隊 像校園 所以當時在推動政黨退出校園 那後來當然這個國民黨的很多的黨部都退出去了 不過我們現在在學校裡面我們也知道 政黨在校園裡面的禁足並沒有消失 還是存在 但是如果18歲的投票權降低 那麼很可能政治的勢力就會 進到這個高中的校園裡面去禁足 去爭取這個年輕人的選票 那麼因此如果要推動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各政黨應該有一個默契 這個默契就是說 我們是鼓勵年輕人去關心政治 參與政治 但是盡量不要進到校園裡面 去爭取這個學生的選票 甚至於現在有一些高中的老師 在上課的時候 都很明顯的有政黨的傾向 那學生敢怒不敢言 我所知道的學生敢怒不敢言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政黨應該要建立這樣一個默契 把高中校園 把它納入非政黨禁足的一個領域 最後我是覺得如果要降低投票年齡的話 我覺得還是應該要採取修憲的方式來進行 因為憲法130條明文規定 這個國民年滿20歲者 有依法選舉之前 所以它是憲法規定的 投票年齡的一個權利 那麼如果要修憲的話 那麼最好如果要降低投票年齡 最好是透過修憲來做 那麼這樣子才不會發生違憲的餘力 有關中央政府制度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制度選擇 怎麼我們到底要選擇什麼制度 過去在國事會議的時候 國民兩黨是 它的共識就是要朝法國雙首長制 作為修憲的一個基礎 那麼假如現在要把它改成內閣制 它是一個制度的整個的改變 那這種制度的選擇 從雙首長制要把它轉成選擇內閣制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是要考慮的 這個不只是對台灣 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你在做一個制度選擇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你要考慮這個國家的歷史 這個國家的文化 以及這個國家的民情 老百姓的想法是什麼 第二個你要考慮就是說 這個制度轉變的時候 因為要涉及到修憲 這個修憲的社會成本有多高 這個修憲的藍意的程度 可行性有多高 第三個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就是說 我們不要半吊子來修憲 就是說我們不要半吊子的制度 要就是內閣制 要就是雙首長制 不要搞一個半吊子的制度 它變成一個一定是一個沒有效能的制度 那從這幾個角度來考慮的話 那我們曉得現在我們的這個制度 大家都認為是比較傾向於雙首長制 那對雙首長制 目前的制度最多的批評集中在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現行的制度 它沒有辦法換軌 它沒有辦法從總統制轉到內閣制 本來這個雙首長制的特點之一就是說 你國會的多數黨跟總統是同一個黨 它就是總統制 如果兩個黨不一樣 國會多數黨跟總統黨不一樣 它就比較朝內閣制傾斜 那我們因為沒有辦法換軌 所以就會出現 像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候出現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是不容易有效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立法院要修憲去賦予立法院的同意權 這個我是支持的 我覺得立法院的同意權是 讓雙首長制在總統制跟內閣制中間 換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那麼如果是有了這個同意權的話 有了這個換軌的機制的話 其實這個雙首長制也兼具內閣制的特長 那因此要把它大幅度的去修憲去變成內閣制 它的異議節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王教授 接著我們這一輪的最後一位 請陳青壽 陳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樣一個修憲的公聽會 那對於這三個議題呢 我個人請表示意見如下 第一個議題我想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說現在的年輕人呢 因為他薪資的成長跟這個早年比較起來 確實有很多的一些進步的地方 我想這個年齡到底應該多少歲比較合適 就是我們民法規定是20年是成年 20歲是成年 那也就是說呢 他認為說能夠有意思表示的一個 有效的意思表示的行為能力呢 是20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例外 像我們很多的委員提了很多案子 像比如說服兵役啦 或者是這個駕駛執照啦等等 他都降到18歲 那世界各國蠻多國家也都降到18歲 所以呢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現在網路又這麼發達 這個年輕人接受的這些資訊 也可以說特別的豐富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跟早年啊 資訊比較封閉 那對於這些國家的事物也比較不了解 比較起來其實已經是不可同日而已 所以隨著環境來調整應該是合適的 那這裡呢當然如果要更慎重一點 我們也許應該說法規的定定修正 我們應該做法規影響評估啊 衝擊評估喔 進行一種實證的調查了解 到底這18歲到20歲之間的年輕人 對國家公共事務了解有多少 他能不能做出一個比較 妥當正確的判斷 如果說都有具備這樣一個能力啦 那就沒有問題啦 所以這個是從法規影響評估 從實證的調查分析呢 來作為我們這個政策的一個 做出一個決定 這個也是可以一個朝這樣方向來處理 另外呢我們修憲的方式啊 基本上都是從這個憲法的徵修條款去修正 所以我們是建議啊 不要在本輪裡面去修 因為我們有一些委員提案是在本輪裡面去修 那我是建議啊 應該還是全部都放在憲法的徵修條文 這只是修憲的處理方式 那第二個議題啊 我們說這樣還是一個雙所長制喔 因為我們總統職權 我們總是希望說總統啊 能夠有比較大的一個實際的權限 但是整個整部憲法呢 他就是內閣制的精神 因為行政院院長要對立法院來做報告 市政報接受質詢 這個各種提案等等 都要跟立法院來負責 所以整個憲法的法律條文本身啊 絕大部分都是這個內閣制的精神 我們知道過去這個檢察總長 因為有所謂的關說案跟總統報告 結果我們的法院的最後的確定判決 市政院他沒有權利跟總統報告 總統沒有權利知道 當然這個在憲法上是有一些疑義爭議啦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看起來不是總統制啊 因為總統制的話應該是大權在握 什麼事情都要了解啊 怎麼說我們不能跟他報告國家大事咧 國家大事總統都不能知道的啊 那這樣他怎麼能夠來行使他的職權呢 所以啦 我們如果我們說從現行的法律規定看起來 我們比較多的權限 我們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是行政院喔 不是總統 我們憲法是這麼規定的啊 這條沒有改呢 既然沒有改的話呢 整部憲法的法律條文 各個權限呢 都是以行政院作為最高的行政機關 院長當然就是最高的行政所長 那總統只分到一部分的權利而已 總統只分到一部分權利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啊 我個人啊認為說 我們這個這個現在的做法呢 是總統是有權無權 行政院長是有責無權 這個呢權責不合 第二個呢總統制的精神啊 總統要有大權的話呢是我們期待 我們台灣有一個我們中華民國 有一個強忍的政治時代 過去這個在蔣先生時代 我們也許說這個是強忍政治時代 可是歷經了這個民主的這樣一個直選之後 我們過去的直選經驗 我們有三個總統 大家認為這個是強忍時代 第一任也許我們大家覺得 那時候還有這種強忍的這樣一個印象 到後來大家好像對總統都不太尊敬啊 都拿鞋子來丟他呢 表示什麼意思呢 表示現在已經不是強忍政治時代了 已經進入到一個民主的多元價值時代 這個時候呢我覺得剛剛蕭教授提到了 我們內閣制的優點就是 集體的智慧領導 集體領導 已經拋開了個人的英雄主義式的 一種強忍的領導 因此我們與其去寄望一個人啊 他能夠是一個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明君啊 還不如說我們寄望我們的國會呢 有多數的人呢 大家來集思廣義 多數的民意代表集思廣義 做出了決定 應該是更加的圓滿更加的卓言 所以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啊 我個人認為這一次的修建的提案 提到說希望能夠朝向內閣制的方向呢 增加他的色彩 就是說呢這個立法院的這個行政院的院長 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其實這個條文呢 在我們現行的憲法 五十五條第一項就這麼規定 行政院院長 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這個現行法律就有啦 現行憲法就有啦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回歸憲政而已 回歸憲政而已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這樣一個做法 由立法院來同意呢 有什麼優點呢 這個在內閣制國家啊 他們特別強調 國會的多數支持的內閣總理呢 他在執行政務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順暢 比較圓滿 因為是大家都認可的人選 他推出的法案 他推出的政策呢 也比較容易獲得國會的多數的支持 所以這個對於政治的穩定 是有幫助的 對政治穩定是有幫助的 那而且整個的施政呢 會更加的順暢 同時呢也能夠更有民意的基礎 比較不會左極端喔 比較不會左極端 所以呢這個 經過行政院長 經過立法院的同意呢 直接是落實我們這種全責相符的精神 行政院長要跟國會來負責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憲法的一個基本架構 憲法的基本架構 另外呢 我們說立法委員可不可以兼任官吏 我想官吏的話呢 這個又太廣泛了 一個公務員不太適合由立法委員來兼任 所以這邊講的所謂兼任官吏應該是指限於啊 可不可以兼任隔魁 兼任隔魁 我想兼任隔魁 我的看法是說啊 這個應該是可以 日本的做法是過半數 不是全部都是由國會議員來兼任 因為我們知道 專家政治啊 有時候找了一些學者專家 找了一些有能力的專業人士來擔任 我們的隔員也是非常妥當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啊 立法委員來兼任官吏呢 隔員有個優點啊 符合人民的需要 掌握時代的脈動 因為民意代表出身 他對人民的民生疾苦 人民的需要了解最透徹 所以因為他們來兼任 我覺得非常合適 所以我個人呢 但是不要全部啦 不要全部應該是大概一半左右啊 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以上呢 就提供這幾年前進請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陳金壽教授 我們第一輪的發言 15位的發言都完成了齁 那我們接著 因為在場委員齁 有鄭麗君委員 李昆哲委員的陸續到場 李君毅委員陸續到場齁 我就現在就按照我們登記的 發案的順序 請他們每位委員發言 但是 從第一場就是限制 我們委員自己三分鐘啦 好不好 謝謝 第一位請高智鵬委員 高智鵬委員 高智鵬委員 高委員不在 第二位請油美女委員發言 主席 我們在場的委員已經說了 練習的我們的專家學者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 第二次的公聽會 剛剛聆聽了各位專家學者的一些看法 其實大家也都各有看法 但是我想一個比較一致的 大概就是所謂的年齡下降 18歲的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什麼爭議 當然剛剛各委員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至於說是不是應該採用內閣制 那這個大概就是分歧比較大 那究竟呢應該要採取什麼樣一個體制呢 什麼樣一個體制是比較穩定的 或是比較優良的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曾經有人問過這個 英國的詩人拜倫問他說 請你告訴我 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政治體制 那拜倫就跟他回答說 請你告訴我是在什麼樣的時代 對什麼樣的人民 所以其實這裡就是在說明了說 制度呢是沒有辦法把它放在陰染的層面去比較的 它其實呢是應該回到實然面 那這樣來討論才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要去看說 今天這樣的一個憲法時刻 是怎麼來的 我們也都知道說經過七次的修憲之後 我們的憲法被打入到冷凍庫裡面去 所以這一次是因為太陽花的學運 讓我們的這個整個一個修憲呢 產生的可能 因為太陽花的學運造成科幣的現象 更造成921的選舉 讓國民黨大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行政院長下台那總統呢 請辭黨主席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才讓我們所謂的憲法的修改呢 成為可能 所以有面臨到現在所謂的憲法時刻 因此呢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人民對修憲的一個參與呢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在太陽花學運裡面 他們提到說 好這所謂的審議式的民主 憲法它是人民寫給國家的情書 因此憲法是要人民把對國家的想望 跟對國家的期許寫在這白紙黑字裡面 因此呢人民的參與是必須要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在這一次呢我們也看到 剛剛徐委群徐教授也提到 他們希望能夠二階段的修法 那在第一個階段非常重要的 就是基本人權的一個路線 因為呢既然是憲法是人民的基本的保障書 也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因此什麼是基本人權 哪些的基本人權應該路線呢 其實應該要在第一個階段去處理 那第一階段處理之後呢 對於這所謂的政治的體制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目前我們的憲法的一個修憲的門檻這麼的高 所以呢憲法的修憲的門檻的下降 也應該在第一個階段來進行 否則的話呢第二階段的修憲呢 就會成為不可能 所以就這一次呢雖然說 好在這一次的這個 當我們的主席呢所設定的 都是在討論這所謂的體制 但是呢我想更重要的應該把這所謂的 這個人民的這個權限呢 能夠入線 基本人權入線 以及呢這整個一個 修憲的門檻的下降 也應該納入到 我們第一個階段的修憲的一個題目裡面去 謝謝 謝謝 游民女委員 請 李坤澤委員班 謝謝主席以及各位 學者專家 那整個 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跟效率性啊 他的比例跟平衡啊 長久以來就是憲政學者跟政治學者啊 長久討論了一個話題 那這一次我們朝野啊為了呼應強大的民意啊 所以在目前提出的修憲案已經多達19案以上 那其實這些朝案啊 基本上都是要呼應社會各界的一個訴求 那有些社會已經有高度的共識 有些呢還需要更多的討論跟對話 也需要更多的學者提供他們自己的一個意見跟想法 那在目前呢 我們公平權下修18歲啊 是大家比較有共識的一個方向 那目前全球啊有235個國家或地區啊 有216個他的投票年齡啊是低於20歲 其中啊有205個國家他是18歲 那部分國家呢 例如奧地利 他更是連滿16歲就有啊投票權 那我們臨近的日本啊在去年也將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 那我們社會必須要去探討跟了解啊 我們的刑法規定滿18歲就要付完全的刑事責任 兵役法也規定啊男子滿18歲就要服兵役的這樣的一個義務 那滿18歲你也具備服公職的這樣的一個資格 還有許多法令我們都清楚是以18歲做為 發分權利義務的一個年齡界限 那一個法律要求啊付完全行事責任 還有要盡保衛國家的義務 還有可以擔任公務員的這樣的一個啊 行使公權力的18歲成年人 但是我們的憲法啊 確實表示這樣的一個年齡的人 還不具備投票選舉公職人員的權利 這實在是相當的不合理 那過去制定憲法的時候 將投票權定在20歲 有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 但是啊這部憲法制定到現在 也已經67年了 也是到了應該要修改這項 年齡天花板的一個憲法時刻 那修改公民權到18歲 不僅是為了呼應世界潮流 更是讓年輕人握有決定自己未來的一個權利 讓社會台灣社會更有多元的聲音 能夠透過選票力量展現出來 以各個世代來共同播化台灣的未來 那在這邊簡單的表達 謝謝李昆哲委員 接著請李俊麗委員發言 李俊麗委員同時也是我們修憲委員會的召集委員之一 主席各位先進 我想剛剛聆聽幾位教授的發言 我在這裡比較是舊教 我剛才聽到陳清秀老師所講的 說我國憲法本來就是內閣制 1947年這部憲法本來就是內閣制的設計 所以包括53條的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 包括55條的隔魁同意 包括57條的行政院要對向國會負責 這都非常清楚的內閣制 那是因為我們戒嚴38年加上蔣家政權 才我們慢慢的把內閣制的精神變不見了 然後1991年到現在總共7次修建 我們把內閣制的精神都改不見了 所以現在台灣的制度既不是總統制 也不是內閣制 也不是雙手掌制 是不倫不類制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就教於陳老師的就是 你剛才提到我們應該回到所謂的內閣制 那如果回到內閣制 我們總統是沒有任何權限的啊 可是我剛才聽到好像說你說 黃世民跟總統報告是本來應該做的 那到底我們要總統是還是內閣制 那如果要內閣制的話 未來會不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說我們如果還是要堅持內閣制 回到所謂1947年這部憲法的內閣制 那我們總統還要不要直選 總統還要不要直選 那即使我們總統還有直選 這個總統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權力 這個其實就是台灣現在憲政的問題所在 台灣憲政問題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什麼 就是擷取各家精華 然後加上兄弟個人之創建 才會變成現在的不倫不類 所以我們現在要很清楚的救教於各位 今天在座學者都講清楚 就是如果立法院要修憲 你們是主張內閣制或主張總統制 或雙手掌勢 台灣現在也根本不是雙手掌勢 我們內閣中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也不是選舉出來了 也不是國會的多數 那為什麼當初隔回統一權 沒拿掉非常清楚 因為連戰要行使隔回統一權 怕過不了嘛 被要挾嘛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拿掉 所以不要以過去的歷史事件 作為學理的探討 現在台灣最嚴重的是 我們既不是學理的探討 也不是真正的現實的狀況來解決 而是變成拼湊的一本 不能不類的憲法 所以我在這裡要救教於 今天再度的各位老師 各位先進 到底我們應該採取總統制 或是我們採取內閣制 或是我們雙手掌勢 而且記得一句話 不要在那裡拼湊制度 這就是台灣憲法今天的問題 不要再重蹈覆策 謝謝 謝謝李軍運委員 我想我們現在就進入第二輪的發言 那第二輪的發言都可以自由決定 但是我們進到第二輪發言 每一位時間就沒有辦法八分鐘了 好不好 我們先請 那個第一位他是李軍委員 先請叫陳秀委員 所以陳秀委員 然後彭麗蓬教授 然後再來陳茂雄教授 他舉手 再來請曾教授 好不好 請陳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我個人認為我們台灣 如果比較走向一個 比較純粹的一個法律 制度的話呢 我個人是比較贊成內閣制 因為總統制是其 判一個強人 一個大智慧者 能夠很非常英明的能夠照顧全民 但是我們目前的政治 經濟各方面的環境 我們很不容易 產生出這麼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出來 因為我們既然不能夠產生這麼偉大人物的話呢 那麼就必須要進入到集體領導 那麼集體的智慧領導的話呢 恐怕就必須要才 內閣制呢 才比較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那雖然總統直選 我們還是可以給他部分的權力 但是不適合太大 好像我們很多的選舉也不一定說 選出來那個人 就一定有那麼大的權力一樣的 我們應該把重心放在國會的選舉 國會選舉 這是未來的努力方向 那當然我們現階段 可能大家也不能夠接受 因此我們現在採取這種拼裝車式的雙手掌制啊 才會產生這樣看起來不倫不類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但是我覺得我們如果要朝向往內閣制的方向 或者說像改革式的改良式的 有點傾斜到內閣制的話呢 那我覺得一個配套措施非常重要 我看德國的基本法明文規定 國會的議員呢 他是本於良心投票 他不受政黨的指揮的監督來投票的 我們台灣的這樣一個做法呢 變成是一種兩黨對決呢 沒有辦法讓國會議員 每個人憑著良心來投票呢 這個恐怕應該要值得再進一步的研究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改善 德國的憲法等於是他的基本法明文規定呢 每個國會議員是本著良心投票的 所以他的自主性會比較強一點 那麼也許比較能夠克服這種兩黨 有時候會一種惡惰 或者是一種對決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是認真說這個部分 也許是一個配套的一個措施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陳教授 請彭教授 主席各位好朋友 這個我們前場下來呢 鼓掌聲音最大的是李卿義李委員 那為什麼呢 原因他告訴我們其實 制度只要沒有憲政上的一個僵局的話 那就是正確的 那我為什麼會提出開國際標的原因 也就是你必須要花兩年的時間 然後把國際的精英跟國內的精英呢 能夠結合起來 用競爭性的方式來提出一個限改的套餐 限改的草案 我本人支持議會內閣制 但是我提出國際標的看法 是不限什麼字 重點是它會不會引起憲政的僵局 它能不能減少我們憲政機關之間的否決點 五權憲法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一個總統再加五院 他就是六個憲政機關的利害關係機關 他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快速反應人民的需要的 那議會內閣制為什麼呢 其實我不想講學理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只要看看 在歐洲國家裡邊只有華國葡萄牙 不是採用議會內閣制 34個OECD國家裡邊有28個採用議會內閣制 也就是八成 其他六個國家包含的是美國 總統制墨西哥智利韓國葡萄牙 採用雙手掌制的就只有一個華國 那議會內閣制的道理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曉得了 他就是簡單講一句話很人性化 你做得好你就上來 你做不好就下台 做得好可以做八年十年二十年 那這不是很人性嗎 民主政治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同時呢他又是很容易選舉的 兩萬人到十萬人就選出一個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就兼任這個 有的人兼任這個部長 執政黨他就兼任部長 那兼任部長假設他們下台的話 他仍然還可以領一份薪水叫做國會議員 這不是更好嗎 那責任重了他就當部長 所以他拿兩份薪水 就這麼簡單 總統制只有一個國家運行的比較好 那就是美國 可是美國的環境呢我想 我自己有論文了 如果大家希望可以去參考一下子 也可以很清楚 那辦總統制最大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總統要決定行政首長的時候 他有沒有尊重國會 那以我們的例子來看的話 很顯然我們總統要他尊重國會 那國會的多數黨是有點困難的了 那接著講到說這個行政院長 是不是要立法院同意這件事情 老實講那個是很無奈的 如果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說 回過頭來變成要國會同意 要立法院同意的話問題還在啊 也許就只有一個人 一個位立法委員或兩位立法委員 他就可以決定的說 那你這個那個沒有辦法組成 就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的問題其實是重點啊 重點絕對是 你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沒有憲政僵局的 沒有太多憲政的否決點的這樣一套 那這一套制度需要花時間 我覺得啦花個兩億到五億 絕對可以把這件事情也做好 所以呢我們第一階段 既然有一個很明顯的大家都不反對啊 那投票權把它降到18歲 那第二階段呢從現在開始 立法院通過法律或預算案都可以 開國計標 那開國計標的背後是因為 政黨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黨 提出來任何的案子 對方黨大概也不會同意 學者不可能有這麼龐大的一個力量 錢那麼去做研究 公民團體也一樣 只能夠敲敲邊谷而已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像我們國際淨土一樣 我們就找所有的精英來嘛 然後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 仍然才有最後的決定權 甚至於呢最後還有立法院的院會 還有人民的公投 我們只希望說這一套 就是最棒的 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們只要看看 國際的所有的建築界裡邊 有這麼多的優良的產品 為什麼 全部都是競爭而來的 國際淨土而來的 我們站在這種關鍵的點 而要突破的是一座大山 橫更在我們前面 就要有新的方法 要有新的觀點 要有國際觀 要能夠落實到我們的社會 所需要的一個配套的限改套餐 以上謝謝 謝謝彭景城彭教授 接著請陳茂雄石教授 請陳茂雄石教授 第二點 剛才李敬麗委員提過 到底我們是什麼制度的話 那這個我導致覺得有興趣談一下 中華民國的那個基本法 事實上以前幾人換一部 幾人換一部 但是同樣沒有實施過 比較穩定的是 1936年5月5號公布的五五線朝 算是穩定的 但是五五線朝呢 很多人誤會是內閣制 事實上呢 錯了 五五線朝是標準的總統制 因為那時候呢 是由國民大會選立法委員 國民大會選總統 但誤以為是內閣制 事實上那時候是 不可能舉行全國的選舉 所以全國性的選舉 都是委託國民大會 它就代表人民 也就是有人民直接選國會議員 有人民直接選總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總統的副議權的話呢 如果國會你要反副議的話呢 要超過三分之二 這個等於總統制的否決權 所以呢那個五五線朝呢 是絕對是總統制 那當時呢那個 政治協商會議呢 一直擔心 說是產生獨裁總統 所以呢把總統的權 移一部分到行政院長 那行政院長呢 這包括要立法院同意 還有有附屬權 就把總統的權利 一部分移給行政院長 就變成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 那很巧的呢 跟法國剛好相反 法國原來是內閣制 那內閣制的話呢 因為產生不穩定內閣 在第三共和 內閣的平均說明 只有九個都會 所以那時候就增加總統的權力 對抗國會 那產生的那個 雙首長制 剛好跟我們 中華民國的這個 憲法體制很相像 但是我們中華民國 那個這個憲法呢 當初是為了擔心產生總統 所以呢 產生這個制度的話呢 是有國會 要有任命同意權 還有附屬權 結果呢這樣改的話呢 是徹底失敗 失敗的原因的話呢 是人的問題 不是制度的問題 失敗的原因呢 中華民國實際上 剛好一公布 就凍結了 被臨時的條款凍結了 也就是說 違章建築 把這個政治的這個建築 把它蓋掉了 正嚴格的講 中華民國憲法呢 從公布 這1947年1月1號公布到現在 從來沒有實施過 原來的臨時條款凍結了 那個臨時條款 那個終結之後的話呢 又開始修憲 我們今天修憲的話呢 那個 徵修條款 其實全部都凍結憲法 所以事實上 中華民國的憲法的話呢 其實沒有實施過 代表當初 擔心產生獨裁總統 那所以 設施中華民國憲法制度的話呢 是一個失敗的制度 那另外呢 那個1997年 第四次修憲的話呢 就把這個副實權 以及這個國會同意權 又把它砍掉 代表執行有困難 所以說已經失敗兩次 我們要不要再恢復 那個 要慎重考慮 是不是現在恢復了 過幾年 又是要砍掉了 所以要慎重考慮 謝謝 謝謝陳茂雄教授 接著請曾經元曾教授 主席務委員 在座李委員 及各位老師 那麼我再次發言 那 主要是剛才李委員所提到的 就是那個 我們 我們在 進行修憲 重新再 思考我們的憲政選擇的時候 總統 要不要繼續直選 那 我認為 我剛才已經闡述過 總統直選在 我們今天呢 是無法逆轉的 一個 一個制度 因為我們人民 或者是 我們人民已經習慣 或者是 非常的 enjoy 這個 一人一票選總統 這樣一種 跟 國家最直接 就國民主權的一種實現 當中啊 他滿足了 對於那個 在總統的身上 滿足了這個 他作為國家主權者的 一種 一種想像 那麼同時 台灣的總統的民選 對於 香港的民主化 對於中國民主化 他有一個號召的作用 我想我們 我們對於 華人世界的這個民主化 我們有責任的 那 所以在總統直選前 前提之下 那麼在過去我們的憲政文化 那麼 這樣一個 路徑的一種依賴之下 那麼讓總統 全責相符 我前面講過 那麼 我們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他怎麼樣做成的決策 我們往往不是很清楚 我們媒體的報導說 我們馬總統的決策 就是在總統的小辦公室裡面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不 不恰當的 我們應該 應當讓直選的總統 要有一個 他能夠去實現 他權力的一種設計 我們不用擔心擴權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剛才很多先進提到 我們現行的很多的這樣的機制 依法行政等等 加上我們的一種多元民主的文化 那麼 事實上可以讓總統的權力受到限制 現在問題在於總統的決策不透明 然後形成一人決策 所以未來呢 如果能夠讓這個總統的直接民主正當性 加上一個集體智慧 剛才很多人提到 集體智慧的一種機制 能夠結合的話 我想這個是最符合我們現行 這個憲政發展的一種需要 那麼我所提到這個集體智慧的這個機制呢 就是總統主持國務會議 或者是總統主持行政院會議 那麼這是第一點 那麼因此呢 因此呢 那麼內閣制的選擇 我想就是成為 這可能就是 就是在我們現行的這樣一個 憲政的發展的方向當中 我覺得是我們必須要忍痛割捨的 那麼也許那是等到 所謂的國家統一後再來說吧 至少就當下我們台灣的 這個政治上的一種發展的需要 我們需要一個直選的總統 以及一個權責相符的 以總統為中心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那麼剛剛我們也提到就是 關於這個官員由立法委員兼任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也真的要非常慎重去思考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治文化 選舉文化 大家都非常清楚 再加上我們現在 因為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那個 各個政黨的黨內初選 那個地方 服務很好的這種市議員 非常容易出現 為什麼呢 那就知道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選民非常喜歡 服務績效好的國會議員 如果這樣一個地方型的一種政治文化 地方服務型的政治文化 帶到我們的國家的 中央政府的這樣決策的時候 那我們很擔心 當未來如果我們的國會 因為現在很多人主張要走向這個聯力制 或者是降低政黨分配不分區的門檻 導致未來國會可能比現在更加的多元化 或者零碎化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國會的政黨會增加 那麼這時候會增加 會增加內閣組成上 少數勒索的可能性 也會增加這個內閣 那個行程 這個過半的未來的困難 那麼 所以這個時候呢 讓一個民選的總統呢 他有一個比較多的一個空間 他在尊重國會多數之下 來促成這個穩定的一個政府的組成 我想這個是必要 那剛才有先進提到說 這兩千年政黨人替的時候 當時陳水扁 民進黨的當時的這個經驗 所謂的少數政府 那我想那個 那個是有 當然在民主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是需要付出一些 付出一些教訓和代價 當時的代價就是 如果這個國會 這個政府呢 沒有得到國會多數的尊重或支持的時候 國會給他的權利或給他的預算 就會受到 他們就比較令習 那麼就會使得政府的施政 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這個就算是沒有隔魁 同意權的這樣一個機制呢 政府的組成或政府 為了得到這個國會的支持 那麼 總統在任命隔魁的 或者在政府組成的過程當中 他也必須要考慮到國會的多數 這種狀況 我們現行的憲法 當初在修憲的時候 第四次修憲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國民黨的提案 憲法提案當中 他特別就提到 雖然取消了國會的同意權 但是總統在任命行政院長 仍然必須要尊重國會多數 那2000年那個是 我們國家第一次政黨輪替 民主轉型當中所面臨的狀況 那麼 我想那個是一種特例 並不是未來我們憲政的一種常態 我們在過去那樣的歷史的經驗當中 我們想應該得到一個教訓 也就是說 在一方面避免少數的政治勒索的情況之下 那麼 但是呢 總統呢 他又必須要有一種集體智慧 那麼來考慮到 如何組成一個穩定的一個政府 那麼這個時候呢 避免少數勒索的方式就是 不要再恢復各位同意權 但是呢 讓我們的國會有更加完整的一種權力 比如包括這個監察權的廢除等等 讓國會有完整的這個調查權等等 那有完整的權力的國會呢 這個時候就會使得總統在組成政府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顧及到 會尊重到國會的多數 那我想這個就是使我們現行制度 我們當初在 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宣稱 我們是參考法國的這個半總統制 會讓我們現行的制度會更加的貼近 法國半總統制的精神 那我想這個也許是 在我們現行的這種狀況之下 最好 最對整個社會的這個成本 這個政治成本的付出啊 會代價比較小的一種修憲的 一種方案的選擇 也就是說 在現行制度下 怎麼樣讓我們的制度 更符合半總統制的一個精神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將來看的話 那 回到1997年第四次修憲的一個精神 那麼或許 各會同一權 並不是那樣的重要 那所以這是我在做最後的補充 謝謝 謝謝 請問 請問 對不起 那個 想要容許我問一下 吳瑋之吳教授 因為他第一次來 你來 好不好 好 他不發言 那就請你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主席吳委員 我首先補充 就是我先回答李軍運委員的問題 如果要問我的意見的話 因為法國 我今天來這裡 主要當然是談法國的經驗 我個人的專長也在於法國經驗 那法國憲政史非常豐富 他有玩過總統制 他也玩過內閣制 他也玩過委員制 到後來他創了世界 這個 他第一個半總統制國家 正式用在他的那個 這個名詞就是法國 那現在他的體制是半總統制 那我想 今天我來最主要就是要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體制是偏向半總統制的 而且是學法國的 可是我們對法國的體制有很多的誤解 那我先回答李委員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要我選擇的話 在目前維持總統直選的前提下 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自憲 打掉重新來 那就引進美國式的總統制 那如果不行 我們只能夠在目前的 中華民國憲法 跟徵修條文上面修訂的話 我就認為乾脆就把法國的半總統制 裡面的很多重要機制 全部引進來 把它健全這個半總統制的體制 因為法國已經有50幾年 施行半總統制的經驗 他們會碰到什麼問題 我們也很清楚 碰到什麼問題 都有法國的例子可以原因 我覺得這是比較健康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說我會一直強調說 修憲要配套 其實我來回答剛剛楊君慈教授提出一個很好的疑問 我們現在的體制如果引進隔魁同意權 那以後總統就說 我提了一個行政院長被你國會否決 可是我又很堅持我要這個行政院長 那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這剛好就點出來 就是說在我們現在的體制之下 如果引進隔魁同意權 那會造成新的憲政僵局 就是說總統他如果我一定就是要這個人 這個人他就最能夠實現我的政見 可是呢立法院又偏偏不同意 那僵持在那裡怎麼辦呢 各位一直在想說我們要解決之前 可能有少數執政的一個問題 可是有沒有想過說 隔魁同意權進來了 可能造成新的僵局呢 那對這種僵局呢 法國的採用方法就是 第一個 法國根本完全沒有隔魁同意權 第二個 如果是以俄羅斯這一種更大的 總統權力更大的半總統制 他的設定就是說 總統任命一個人 我提名這一個人去當總理 被你國會否決 否決三次沒關係 我連續提三次 讓你否決三次 第四次我就直接任命了 而且我還順便解散掉國會 國會這個時候不能倒閣 那如果是韓國的做法呢 韓國是很清楚規定 所有行政大權幾乎都在總統身上 總理只是總統的執行長 所以為了尊重國會 我讓你挑一個來執行我政見的一個人選 那個對總統的權利沒有什麼影響 這是韓國的狀況 那我們要想 我們真的 我們要解決這種所謂行政立法的僵局 我們要學的話 比如說學法國 你就全套的學 你要學俄羅斯 你就全套的學 要學美國 就全套的學 就是說不要東抄一段 西抄一段 因為這樣子 就像我上次提的比喻 你把鮪魚肚握壽司 生魚片握壽司 丟進去佛跳牆的甕子裡 腳一腳一起端上來 可能還會食物中毒 這是我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說 剛剛葛永光老師有提到 葛永光老師現在不在 他先行離開 我想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法國的半總統制沒有所謂的換鬼 這個是大家很大的一個誤解 很多人都以為說法國總統的黨派 在國會占多數的話是總統制 總統黨派在國會是少數黨的話 這個時候是內閣制 錯了 法國從來沒有所謂的換鬼 法國即使在共治的時候 第一次共治的時候 大家對於那個密特朗總統 開創的共治的可能性都嚇了一跳 因為憲法沒有這樣規定 他的做法是什麼 即使在共治的時候 任命總理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利 依舊是總統的權利 他當時的做法是說 因為法國總統當時七年 國會五年 所以一定會有其中改選的問題 其中改選他輸掉了國會的多數其次 這個時候他的做法是什麼 很多人就說 他是不是再解散國會再選一次 或者他自己辭職再解散國會 重新讓人民選一次 他都沒有這樣做 他分三天約見右派的 因為他是左派 他約見右派的各黨派的三位最重要的領袖 一一面世 到了第四天他宣布說 我任命習哈克先生當我的總理 所以絕對不是像各位所想的 第一個法國有換鬼 然後總統的黨派在國會失去多數的時候 這個時候總統就一定要接受國會說 我要誰來當你的隔魁 當你的行政院長 你就得接受 不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總統 這個是總統的人事任命判斷權 總統只要他覺得說 我任命了一個人來當行政院長 在國會不要受到倒閣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這個我們要弄清楚 然後再來一個是說 我剛剛是比較驚訝 我剛剛比較驚訝聽到陳清秀教授說 他居然會說我們現在的總統 他也認為是有權無責 然後再來我這個就不曉得該怎麼樣講了 就是說陳教授他說 因為他說黃世民總長去向馬總統報告這件事情被判有罪 他個人說因此我們的總統沒有這樣的權利 那我覺得可能他受到的法學訓練跟我受到的法學訓練 有相當大的差異 因為我覺得他混淆了個案跟憲政規範的這個層級 因為即使在辦總統制 就是說我前一場我也提到 辦總統制裡面的總統 他有相當相應的強大權力 他把原先屬於內閣的權力拿過來 配置在總統身上不怕倒閣 美國的總統制他也根本完全沒有倒閣 總統選上就是做四年 可是美國的總統跟法國的總統 甚至於俄羅斯的總統 他能夠在法制上去介入個案嗎 他能夠在法制上把檢察總長叫到總統官邸來 聽檢察總長的個案報告嗎 不行吧 我覺得這個是混淆了個案 法制刑法層級的個案跟憲政規範的高度 那再來一個是剛剛彭景彭老師提到說 歐洲除了法國是採取雙手掌制 半總統制以外 其他都是議會內閣制 我想彭老師這一點我恐怕有不同的意見 根據我們現在世界上比較憲法跟比較政府的研究 在歐洲至少就有葡萄牙、芬蘭、波蘭、冰島、奧地利、斯洛伐克 這一些都是半總統制國家 那再講到東歐 那個俄羅斯也是半總統制 那撇開歐洲 全世界來說 全世界的規模來說 到目前為止 內閣制已經不是全世界採行最多的憲政體制了 到目前為止是半總統制採行最多 而且在這一些半總統制的國家裡面 因為剛剛有一位老師提到 總統直選不必然就要有實權 我想這是搞錯了內閣制跟偏向內閣的半總統制的不同 在偏向內閣的半總統制 比如說奧地利、葡萄牙、冰島 他們的總統選出來以後 就任命了總理以後 的確他平常不太管政事 他就是到處剪剪採 他負責國家的運作順暢就好 大部分日常政務的確是交給總理 可是不要忘了 這一些國家跟內閣制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一旦國會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或者內閣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這個總統的權力就非常大了 他同時取代掉國會跟內閣整個內閣的功用 大家不要忘了 所謂半總統制 它是跟內閣制有這麼大的一個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內閣制 他即使在以色列常常面對戰火 他再怎麼樣 在非常時期 以色列的總理都是國家的最高實際領導人 可是在偏向內閣的半總統制並不是這樣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的憲改 如果要引進半總統制 就把半總統制挑一個國家 我個人認為就是挑法國 就把他的制度完完整整的引進過來 為什麼 因為人家運行了50年 會碰到什麼問題 怎麼樣解決都已經有個底了 這樣也避免我們未來的憲政空轉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徐維徐教授 不曉得在場委員還有沒有另外的要補充做說明 如果沒有的話 那個 好 那請彭老師 彭老師 然後再請胡教授 謝謝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大約三個小時的時間裡邊 就可以看得到什麼呢 對於各國憲政的一個理解 我最怕的其實是儀管虧天 最怕的是這個 原因是各講各的 比方說剛剛提到的這個 我們許兄所提到的 化國就是最好 我們就全部學 OK 我也贊成 但問題就在哪裡呢 當總統跟國會議員的任期 是有重疊 但是不完全重疊的這種情況之下 就有所謂的判斷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的 在中央研究院這個政治學研究所 他們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討論了一天的辦總統制 最後一個結論是什麼 很恐怖的 就是 是否能夠運行良善 最主要的是 細於總統一念之間 也就是說 他要不要換鬼 這兩個字了 那完全細於總統 那這個呢就很麻煩 因為那就看人了 比方說 如果細於總統的時候 那陳水扁應該 當時任命行政院長 就一定要是國民黨的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可以這樣很輕鬆的講 但問題就是 他剛好就不這樣做 你能怎麼樣 你就不能夠怎麼樣 這是一個最大的風險 那至於說 哪一個國家 是什麼樣的一個字 其實維基百科上面都有 那也剛好 我也知道說 雙首長制 尤其是在東歐國家 非常普遍 那裡面 其實也包含了人民的需求 要有一個總統 又希望能夠有內閣制的精神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數量是最多 可是呢 如果你去看 這個 去做分類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有時候叫borderline borderline borderline 所以我剛剛會這樣特別講說 不是採用議會內閣制的 那在歐洲來講的話 我想那個歐洲 我應該更精準一點 傳統的歐洲 不過我是講OECD國家 這一點要特別講一下 OECD國家裡面 那確實就是 華國跟葡萄牙 那如果有其他的case 那是borderline case 就像中華民國 你要把它歸類在哪裡 有時候還有爭議 我想就這樣一個補充 謝謝 謝謝 最後請那個 吳唯之吳教授謝謝 謝謝主席給我機會 因為本來是不發言的 剛才聽了許教授的發言之後 突然有了一個想法 第一個部分 他說美國的總統 跟司法之間 當然沒有關係 那這個部分 其實美國是一個 主要的一個行政者 總統是主要的一個行政者 他對一個法務部長 等於是一個檢察總長的一個身份的話 他可以進行了解的 所以這個部分 是剛才的一個部分 有所誤解的部分 我稍微做個澄清 第二個部分 是法國的雙首長制 那許教授剛才所講的 是第五共和的部分 可是忘記了第四共和 在戴高樂的時候 事實上也曾經 因為提名同黨的議員 三番兩次之後 一直被否決 否決了之後 才有所謂的退一步 退一步就是形成了憲政的慣例 雖然憲法上面還是規定 他的那個提名 還是由總統來提名 可是憲政的慣例是 你必須要提名 是國會多數黨 來出任行政的一個總理 所以這樣的一個憲政的精神 在第四共和 轉到第五共和的時候 就變成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制度上的一個影響 那當然總統的部分 還是有聯邦式的一個觀念 他的總統握有外交跟軍事權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的 那當然這個彭老師 剛才我不發言 因為彭老師講了很多 其實給我很多的啟發 不過雖然彭老師所主張的 議會的內閣制 我緩了回來是說 我們如果大幅的改變的話 不如做小部份的改變 也就是說 我們還是實實在來 去實行法國的雙手黨制 但是呢 必須要去正視他 行政內閣的那個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好像我們在提名監委 總統在提名監委考試委員 他還是組成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怎麼把它法制化 那也就是說憲法的部分 如果不變的話 那我們如何讓總統 在提名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如何把它法制化 所以我剛才提供了一個叫做 總統職權行使法的一個概念 來把它形成一個法制化 而不要去動到憲法的部分 那同時我也期望 將來立法委員 如果變成了比較偏向行政內閣制的時候 立法委員可以來出任行政官員 兼任行政官員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剛才彭老師也有指教 事實上我剛才提出了 廢除憲法130條的規定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既然年齡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交由選霸法 來規範年齡的部分 不需要把20歲或23歲的選舉權 跟被選舉權 一定要規範在憲法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雖然是一樣還是同樣 一樣要修憲 我也同意 但是在修憲的過程裡面 被處憲法130條也是一個另外的選擇 以上謝謝 這樣好不好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想如果另外的論辯的話 我們試一下來做溝通好了好不好 對那個 抱歉抱歉 因為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講我們修憲公聽會的目標 我們大概都完成了 而且也從沒給各位做說明 不過還是很謝謝徐維先生 陳茂雄教授 鄭建源教授 還有維茲教授 彭琳教授 陪我們到完成這個結束了 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的第二次修憲公聽會 就到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有特別補充有意見 一定有很多意見 看法會不一樣 請事後再用書面來提供給我們 進到國會來的紀錄 完全都跟你的口誤 書的表達是一模一樣的 感謝大家 也謝謝李俊宇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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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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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